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551集 广寒宫深处突然传来一声尖叫 李长寿和横娥对视一眼 就听刷刷两声 两人几乎同时消失在湖边楼台 李长寿用的是拿手遁法 看似是与横娥同时出现在广寒宫某个角落 但实际上却比横娥慢了一分 看前方 玉兔少女跌坐在地上花容失色 那灵珠子撕开上半身铠甲 怒吼一声大威天龙 一记铁拳将那条巨蟒长着机关头的脑袋砸扁 横娥想阻拦却有些来不及 李长寿纳闷道 这地方养蛇作善 横娥翘脸略微泛红 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对李长寿眨眨眼 自是为美容计 还好 在遇到危机情形时 灵珠子能不假思索挺身而出 站在玉兔少女身前 这也算是有所担当了 其他问题还是要继续观察 尽力干预 实在不行 也只能给予尊重 广寒宫大门处 道道先时关注中 李长寿带着林珠子迈步而出 前者白发白眉 面带慈祥笑意 后者换上了一身青涩道袍 昂首挺胸 跟在自家师叔之后 不少偷偷探查此地的天将 仙神 仙子们 陆续发现了关键点 这年轻人怎么换衣服了 恭送水神大人 恒额温婉的嗓音 自大阵中飘出 他带着少女玉兔 站在宫门之外 阵发光闭之内 双手交叠于身前 对李长寿盈盈一礼 李长寿转身还了一礼 朗声道 今时多谢新君相处 若是新君得空 也求水神府坐坐 我家师侄与新君侍女 互为相近 这位玉兔仙子 若是闲来无事 也可随时来我水神府中 玉兔明显哆嗦了下 低头不敢看水神的容貌 恒额柔声道 多谢水神相夭 却也并未多说其他 李长寿轻轻甩动扶尘 脚下生出一朵白云 带着灵珠子朝太阴星外飞去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 恒额站在广寒宫大门前 敬礼许久 双目有些出神 而这一幕被天庭众仙神 瞧见 话题开始持续跑篇 恒额仙子 好美啊 似是对水神 有些非同寻常的想法 送水神离开后 在广寒宫宫门 敬礼了许久 恒额仙子之姿 当真不愧三界第一美人 八成也是对水神亲心 这也算是一段家园啊 什么 水神离恒额现在好上了 进广寒宫中再出来 衣服都换了 李长寿还未驾云回到水神府 天庭各处都已传遍了此事 版本五花把门 甚至已经有天庭记录员 开始在自己的同静直播中 讨论此事 引来了不少关注 身为当红天庭记录员的变庄 这方面的消息无比灵通 李长寿还没回水神府 变庄就已听闻数条传言 在天河畔仰头长叹 默默流泪 昨日刚从龙宫回返天庭 此时心情正舒畅的熬已 纳闷之余 破例关怀了变庄一下 怎么了 成熟男人的崩溃 大概都是在一瞬 变庄突然嚎啕大哭 扭头看着敖矣 眼泪从鼻孔里流了出来 我 睡神当然 很恶心死 啊 此前一直专注于修行的敖矣 顿时满头问号 我 输了 变庄擦了擦泪 嘴唇颤抖着 我这段无疾而终的姻缘 终究是败给了权势 地位 日冥冻王 水神大人给了我现在的一切 我总不可能忘恩负义 去归水神大人 想恒恶仙子的放心 这份虽然还没有发生 但在我心里已经缠绵 肥仇恶仙子的感情 我 退出了 蚝蚁 蚝蚁整个人被黑线吞噬 嘴角一阵抽搐 有病 是 我害了治不好的相思病 变庄颓然一看 低声道 自顾多情 空于恨 蚝蚁目光看向侧旁 淡定地打断了变庄的吟唱 淡然道 教主哥哥此前对我说过 好像有一体把你为 三百嫦娥的副教席 变庄精神一震 双手抹了一把脸 那对招子绽放着璀璨的光亮 真假 熬一无语 针龙爪手 飞龙在天 变庄惨叫着化作天边的黑点 飞了一阵 才远远落在天河下游 最后背部向上扶了起来 渐渐飘远 熬一想了想 拿出一面铜镜 收集了些相关的传言 及时送去了水深府中 李长寿听闻此事 却只是微微一笑 遭在意料之中 他本是 想用此前那谣言粉碎机的天地碑 证明下自身清白 但有考虑到 这种事越描越黑 表面上把事压下去了 反倒是会被当成自己默认此事 这般传闻飞一会儿也是无妨 自己不过是指导人在天庭 还能做何事 稍后不去逛寒宫 流言蜚语 不攻自破 而且还可趁着这一波谣言 为天庭竖起第二个招牌 三界第一美人 超级天兵计划的作用十分显著 友情悬崖的活跃 天庭的崛起 得来了一批又一批散仙 加入天庭天兵天将之力 甚至最近准备提升天兵的最低门槛 从元仙境初期提升到中期 虽此时的天庭 依然只是洪荒第四势力 总体实力排在道门西方教 中神州先宗之后 但天庭之名已经传遍洪荒天地 无人知天庭的洪荒时代 早已是过去式 接下来 与西方教争夺三千世界 也能进一步提升天庭 在三千世界中的影响力 李长寿站在天地之外的角度 去深夺天道大兴天庭的轨迹 从中也得出了诸多感目 天庭崛起 不能单单依靠风神大节 从天庭内部制度的完善 外部威望的提升 到天兵天将的招纳 组建 万灵的认可 这些都是大兴的基础 李长寿成为这个过程的助力 既得了好处 也帮天道天庭做了不少事 难以成为天道演变 不可或缺的一环 突然又想到了女娲娘娘的这句话 李长寿不由于正 联想到自己被扣两次功德之时 心底又不免多了些不安 这天道不会真就泄墨杀驴吧 还是要多想想几条后路 现在这几条明显不够稳妥 水神府书房中 李长寿开启一只天降模样的指导人 将内核 从各种意义来讲 都无比珍贵的脂粉 送去孔宣处 李长寿好歹 也算炼丹一道的小高手 在这脂粉中分辨出了众多宝材 算算其价值 勉强相当于两颗九转金丹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这败家的女仙 都长成那样了还不满意 咋不把先天十大林根 炖成美容养颜汤 李长寿暗道几声可怕 这句指导人坐在圈椅中 缓缓闭上双眼 心神挪去了旁处 半日后 商部落最大的城郭外 树林深处 李长寿将这盒脂粉 交给了孔宣 孔宣道了声谢 言说稍后就开始闭关 他定阴阳的过程 预计要三十六年 我这次闭关并非误道 闭关时 也会分心照看此地 你不必担心 无论是这商部族 还是七情化身 我自不会令其受损 孔宣话语一顿 又问 七情的名字可想好了 等他们会说话了 让他们自己取个吧 李长寿摇摇头笑道 七个魂魄 七个性格 咱们取什么名字 总有人不满意 孔宣轻笑了声 目光略微有些复杂 毕竟这次闭关 就要定下阴阳 自身的转变 今后的路途如何 都充满了未知 李长寿道 老师曾说 你命中有个劫难 让师兄与我 到时助你过节 而后 再入人家 孔宣目中光芒闪动 对着李长寿 攻攻手 转身就要离去 但他刚转身 又顿住了脚步 扭头道 还有一事 我有个三弟 乃金翅鹏鸟 与我差不多 一同入得洪荒 他心情有些乖利 与我当年 遇到大法师前 相差不多 前几日他来选我 劝我归顺西方教 说他对你出手 不必看在我的面子留情 打杀了也无妨 言吧 孔宣不等李长寿回复 向前迈出两步 身形 消失在一片 五彩薄雾中 京翅大鹏鸟 这名字 李长寿也算熟悉 孔宣的三弟 风神大节中的 羽翼仙 没想到 早已归属西方教 还来劝孔宣 投奔西方 果然西方 立下了地藏 这个气韵之柱 搞事之心 开始蠢蠢欲动了 西方教下一步 最有可能针对何处 小穷风的地下密室中 李长寿思索一阵 提笔写下了几个选项 又将其他选项 逐一划掉 留下了一项 反西方先到势力 出自盟会 此时看来 不免一战 师兄 灵鹅轻唤一声 在旁跳了过来 低头看着 书案上的文字 在发出这事吗 嗯 李长寿放下 自制的毛笔 刚向抬手揉揉眉心 两只 有点冰凉的小手 已凑了上来 轻柔地轮刮着 灵鹅小声道 是在担心 西方教去捣乱吗 无论怎么算 都避不开 李长寿道 上次和旅鹅师兄 用毒灭了一批 他们的打手 他们这次搞事 估计是要 无所不用其极了 咱们把会场所在之地 设计得复杂一点呢 灵鹅小声给着建议 比如 我们最开始 指定一个聚会的地点 等人来了 会下一个地点 如此重复几次 不可行 李长寿沉声道 先不说这般举动 会毁坏先萌的威信 天道的威严 如何能保证 西方教安插的眼线 传递不出消息 西方教对付龙族时 曾展露过 大批高手 集体挪移的手段 此法看似不错 实则并不可行 还是师兄 考虑的周全 灵鹅笑嘻嘻地 应了句 继续帮忙思索对策 李长寿想起什么 问道 我明是开炉炼制一批丹药 你要不要 护肤美白这类的丹 可以炼这个吗 灵鹅满是期待 自然 李长寿 哑然失笑 你果然在意这个 还有美声添不成 师兄 帮我练练吗 灵鹅抱着李长寿胳膊 一阵撒娇 我本来修为 都被云霄姐姐 落下这么多了 但要在其他地方 找不回来了 李长寿无语 行吧 就这事 她有点亏心 这西方教 李长寿 喃喃一声 继续开始提笔 写写画画 灵鹅在旁看了一阵 发现自己 逐渐理解不了 师兄笔下的自己 渐渐跟不上 师兄的思维变化 也就乖巧地去了侧旁 做一些相对简单的 情报整理工作 地下密室中安安静静 师兄皱眉宁神 思索着天地大事 师妹在旁忙中偷闲 趴在书岸上 偷偷看一阵 师兄的面容 说是岁月静好 许事沧海桑田 灵鹅将少许繁星事 藏在心底 总觉得这般 便是先生不虚 格外安逸 于是九年后 一朵白云 飘出中天门 带着众天兵天将的柱目 朝西北方向的 昆仑山缓缓飞去 看云上 前面站着一位 白袍老道 慈眉善目 白发白眉 自然就是天庭水神本神 再有十几年 就能得到旨意 正式成为太白金星的某寿 现在三界流传之名为长庚 长寿二子 也不过只有大法师 灵鹅几人会提起 李长寿身后 自是一身青蓝长衣的灵珠子 此次赶去昆仑山 李长寿也有几个目的 其一 请几位产教的高手 介入即将举办的三千世界先盟大会 最好是请燃灯一系的高手 前去助权 这背后自有万千算计 其二 算是对当日圣人老爷 邀请的回应 其三 带灵珠子露个面 让产教一方 发现灵珠子的变化 再将这事 传到太乙真人耳中 如此 就可避免亲自带灵珠子 回前原山 被太乙真人发现 此时灵珠子 有点被培养过头的事实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552集 上次带灵珠子 去广汉宫中之后 李长寿就对灵珠子 颇为关注 渐渐的 李长寿也搞明白了 灵珠子 并非是从感叹号 变成了问号 而是对战法 肉身斗法神通 燃起了热情 他变得颇为好战 不过九年 已从水神府打去了天河边 不少天庭将领 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 便是 惊仙境天将 也被他斗败了一两人 巫族战绩 灵珠之身 再有盗门树法 打劫契运之子的加持 灵珠子的进步 颇为恐怖 连带着道境 也是一日千里 预计百年内 就可渡惊仙节 李长寿时常在想 到底是哪般劫难 会让灵珠子 不得不转世 投胎成哪吒 此时 却隐隐有些预感 灵珠子转世 恐怕不是因为劫难 而是为了自身修行 对比下现在 正在渡仙门修行 凭借大气运 一路无阻拦 最近刚修成了 针线中期境的李靖 灵珠子这般好斗的性子 哪怕李长寿 将琉璃宝塔 早早赐给李靖 李靖都不一定受得住 说起李靖 李长寿的改造计划 一直未停 只是手段颇为温和 那对门内前辈 教导李靖也颇为用心 给了李靖满满的温暖 也灌输了许多 李长寿安排好的理念 比如教育孩子 不能只去打骂 也不能一味地鼓励 比如如何肩负起 一个父亲的责任 生后就要去教养 哪怕事物再忙 写封信也会有不错的效果 等等 对于杨俭和哪吒 李长寿也算是操碎了心 而他千年后 能否顺利在封神大劫后 自天庭脱身 关键点就在这两个小将身上 这些天庭兴生的小将越强 玉帝陛下越有可能撒手放人嘛 念及此处 李长寿含笑道 师子 你记住 去的玉须宫中 但凡有人问你有没有道理啊 是否对哪位仙子动心 你便笑而不语 不必回答 也不要乱打 林珠子有些不明所以 但还是点头答应 师叔放心 我都记下了 那就好 李长寿甩了甩扶尘 昆仑山已是在望 而他早早放出自身道运 一路畅通无阻 飞过众多仙门上空 惹来道道 仙石跟随 虽未动用天庭仪仗 也不曾到处呼喊他水神之名 但此时这般容貌 这般道运 亦算是天庭水神的标志 不多时 行至玉须宫前 李长寿老老实实 驾云到了此处先锋的半山腰处 立于仙门前 玉须宫外围 并无大阵守护 这里是圣人讲道之地 也是铲教核心区域 方圆数千里 回荡着众高手的气息 无人敢来此地撒野 李长寿含笑 报上自己名号 仙门处的两名惊仙境的道者 立刻请李长寿入内 又有童子成贺 赶去玉须宫内回笔 路才走了十多丈 玉须宫各处的殿与楼阁 亮起鲜光 仙鹤驮同子老翁驾祥云 随处可见祥瑞之景 当 那玉须大殿处 传来悠扬的钟声 在玉须宫中修行的 一两百炼气室 但凡未闭关的 竟被惊动 这般阵仗 让李长寿也有些意外 他毕竟只是化身前来 没想到铲教也会如此重视 自然李长寿 对自己的定位无比清晰 见老翁就喊师兄 遇到仙子就喊师姐 哪怕被人纠正 弄错了辈分 最起码的态度要摆出来 行不过百丈 树倒流光落来 化作两名老道 一名面容端庄清雅的女道者 对李长寿做着道意 李长寿连忙还礼 自是认出这三位的身份 左侧的女道者 便是十二惊仙之 慈行道人 面容不能说不美 但却非天庭女仙那般重姿色 宝像庄严 面容清丽 一身道袍修身且得体 道姑发饰也是恰到好处 居中的老道 乃赤精子 入门早 雾性高 执掌的先天灵宝阴阳镜 也是颇为厉害之宝 又逆转阴阳之微能 右侧的老道 却是老熟人了 身形较为魁梧 白面无虚 鹤发童颜 此时更是眉目带笑 站在那儿 就是一阵哈哈大笑 总算把长庚你盼来了 正是在三游小院 曾经有一池之地的黄龙真人 李长寿笑谈 天天事物繁忙 一直不得空前 今日冒昧来访 打扰之初 还请师兄师姐无怪 黄龙真人一阵大笑 赤精子也带着温和的笑意 开口请李长寿去殿中一叙 李长寿这才停下 涉接而上 与灵珠子一同驾云 跟在三位 铲教圣人清传弟子身后 这一路 看山山色无穷尽 云雾生腾半仙影 看水光 依而保持 宛若玉楼殿雨间的点睛之笔 三四清泉 点缀在山林之间 又有溪流流淌 运开了此地灵运 所听竟是诵经之声 所闻便是青木香气 带到玉须殿前 经不住回眸一看 又仿佛见到了一条仙路 北落了背后 此身已至于仙路之巅 李长寿由心赞叹 当真是修行的好归处 黄龙真人笑道 那师弟你常来就是 来这里久住也行啊 李长寿忙道 天天事物繁忙 每日修行 都要被耽误 虽此时得玉帝陛下信任 但终究 也是有些身不由己 殿内 广城子带着两位圣人清传 向前迎接 与李长寿寒暄几句 各报道号 那稍矮的道者 就是巨留孙 那名中年道者 便是十二经仙中 存在感不怎么强的 灵宝法师 李长寿 与这两位十二经仙 互相建立 被广城子 请进了殿内 来之前 李长寿做足了功课 禅教重礼数 李长寿就给足了礼数 从入座时的排位顺序 入座后的坐姿 开始交谈时 话题 从哪方面开始 等等 都做了周全的准备 一时间 兵主接欢 那些被喊来陪查 陪聊 陪论道的 玉须宫门人 对李长寿 印象颇好 这边 氛围刚浓烈 又有两道流光 自玉须宫之外而来 正是 玉顶真人 与太乙真人到了 师父 灵珠子轻呼一声 起身快步 迎了出去 与太乙真人 在殿外相见 连忙做道医 太乙真人 含笑点头 上下打量 灵珠子 感受到自己徒弟 那翻天覆地的变化 竟有些 鼻尖发酸 终于盼来了 乖徒弟 这男子汉 大丈夫的一面 太乙真人 感慨莫名 但他性子 不喜婆妈 更不想煽情 此时双手 揣在袖子中 笑呵呵地问道 跟你长庚师叔 修行得如何 灵珠子定声道 长庚师叔 教了弟子 很多做人的道理 那弟子 开了诸多眼界 又让弟子 结交了众多 天将好友 巫族兄弟 没有长庚师叔的教导 弟子也不会有 今日这般精神 太乙真人 顿时笑眯了眼 不错 不错不错 在天庭中 除了结交 那么多天将 有没有跟什么 仙子交好呀 这个 但凡有人问你 有没有道理呀 是否对 哪位仙子动心 你便笑而不语 不必回答 于是 灵珠子 微微一笑 略微摇头 太乙真人 顿时来了兴致 追问道 怎么 还跟为师 不好意思起来了 难道 真看上了 哪位小仙子 灵珠子微微皱眉 继续笑而不语 太乙真人祈祷 怎么不说话了 难不成 为师问错了 你没喜欢上 哪个小仙子 你还能 喜欢上 哪个天将不成 殿内 正喝茶的李长寿 被自己 呛了一口 而殿外 灵珠子 再次笑而不语 目中流露出 几分无奈 师父 这都想到哪儿去了 但太乙真人 瞪员张嘴 直接石化在原地 下一瞬 这大阴阳狮 在袖中 抄出一块金色板砖 风风火火 冲进玉须大殿 李长刚 平到今天 跟你拼了 平到 玉须大殿 一阵遭乱 专拍授夺 十二惊仙 盲劝架 灵珠相祖 太乙真人呼报应 李长寿好一阵传声解释 总算 暂时稳住了太乙真人 又将太乙真人 拉到自己身侧 一同入座 传声细细言说 刚刚的误会之处 灵珠子 不过是变得 好战了一点点 算不得什么大事 产教众仙 不明所以 但看仁教长庚实底 与几方太乙真人 颇为亲近 也就乐意如此 仁教弟子长庚 这场大劫的主节者 这是产教教主 原始天尊 亲口言说之时 自是错不了的 产教最担心的 就是李长寿 应与云霄仙子的关系 偏袒结教 在接下来 还不知如何进行的 大劫中 坑产互结 而今一看 劫教有云霄仙子 他们产教 也有太乙吗 虽然两者 并不能混为一坎 故此时李长寿 太乙真人 林珠子 凑在一起 当面传声 以广城子为首的 产教众仙 并未打扰 还用一种 满是包容的目光 注视着他们 太乙真人传声 问林珠子 乖徒弟 你实话实说 你到底想找 哪般道理 林珠子苦笑了声 盲传声回道 弟子一心求道 无道理之念 师父 为何教内 如此多的师叔师伯 都无道理 到了弟子这里 就必须要有道理了 嗯 也是这般道理 太乙真人 淡定地点点头 给李长寿 一个颇为严肃的眼神 李长寿 纳闷地传声道 师兄 这不都解释清楚了 我突而只是说 他现在 对道理之事 没兴趣 也没说 是对男道理 没兴趣 还是说 对女道理 没兴趣 这不是 武成对武成之事吗 太乙真人 如此一说 李长寿心底一琢磨 还真有几分道理 就是感觉 这套逻辑 很不对劲 李长寿传声道 师兄放心 稍后我自会安排 验证此事 但今时 我来玉须宫中 也有要事 还请师兄 助我一臂之力 太乙真人 挑挑眉 传声嘀咕 你当真是 无事不登门 说吧 什么事 频道跟你一样 尽力而为 斟酌已对 李长寿轻笑了声 对太乙真人 传声言说一耳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太乙真人很快 就点头答应了下来 带着灵珠子 去了侧旁 扑团入座 与灵珠子 嘀嘀咕咕 问寻这些年 在天庭的经历 灵珠子说得 双目放光 太乙真人 也颇为满意地 不断汗手 李长寿笑着道一句 广承子师兄 可听闻过 西方角 见香火神国之事 广承子嘴角带笑 自是听闻过 此香火神国 蛊惑凡人 为害一方 当为炼弃士 所不耻 唉 李长寿叹了声 又道 西方两位圣人师叔 对此事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香火神国 为他们西方 吸纳功德 增添气韵 但 细细想来 这次大劫 失足以明示 西方教 与咱们道门中 两大教应节 若西方教躲过了 咱们道门 就要多一些损失 其实这段时日 我一直为那 香火神国 之事发愁 每日都不得安宁 香火神国 已成为西方教 插在人族 气韵上的利剑 此事 不得不提前解决 赤精子 抚须笑道 这又何难 不如 长庚你以天庭之名义 发起讨伐 联络 结教一同出手 结教号称 万仙来朝 我铲教 也有些人可用 再有你 筹谋不局 将那些香火神国 挨恶破灭 有何不可 李长寿正色道 多谢师兄点拨 但此事 顾忌颇多 单说一点 而今正是 大劫前奏 你我时时刻刻 都有可能 被捷运所影响 但大劫之事 尚未定下 若咱们 大张旗鼓的出手 但凡同门 有所死伤 就只是化作劫灰 此劫名为风神 亦在天庭大星 各位师兄师姐细品 仔细的品 广城子沉吟几声 莫非若在大劫中 身死盗销 也有一线生机 转生天道神奇 李长寿笑道 我推测 也可能是这般 黄龙真人言道 若如此一说 天庭在这次大劫中 话语一顿 黄龙真人看着李长寿 突然笑了两声 赞叹 大师伯荡真 妙算无双 妙算无双啊 提前让长庚 你入了天庭之中效力 李长寿道 老师不想看道门 由盛而衰 故早早将我安排去了天庭 我初始也不知老师之意 觉得天庭无兵无将 老师化身 都亲自去天庭作证 我仁教就是要以 匡扶天庭为起身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553集 故此 我位于地安前马后 坐了一点小事 但当这次大劫落下 我才发现 老师早在上古 就有这般远虑 仁教扶持天庭 也是为了道门 与天庭不至于脱钩 从而在这次大劫中 为道门加一层保障 诸位须知 这次大劫源于人族 至于天庭 点道极止 话不说满 这也算是李长寿 常用的话术了 不然 当着这么多 产教弟子的面 说产教 以人族气韵立教 却少行 教化人族之事 人族上古 遭遇大劫时 除却人教之外 哪个站出来 对抗妖庭 那不稳 且毫无异议 慈航道人 开口道 那依照长庚师弟之见 我等该如何 才能画得这般大劫 李长寿道 师弟我才说学浅 当真不敢回答 这般问题 大劫之事 非一人可算 广城子常叹 昔日巫妖大战 我等作闭上官 而后盗门兴起 人族打心 今时这场大劫 就映在了盗门之上 无可奈何 林宝大法师淡然道 天道 再逐步禁锢 生灵之力罢了 黄龙真人叹道 长生又如何 尚有三灾五祸 大罗又如何 无量量节难度 太义真人吃得一笑 师兄所说 还挺押韵 黄龙真人瞬间破功 无奈地看了眼太义真人 后者连连陪笑 表示自己并非故意拆台 心直口快 心直口快 李长寿将话题 引回香火神国上 言说 若此香火神国之事 不能尽早解决 西方教将会成为 盗门的大患 道理很浅显 说一千到一万 也就是死盗友 不死贫道 在场的都是聪明人 个别除外 李长寿今日 所表达的观点 就是先保持 盗门一家亲的状态 将西方教的威胁 降到最低 顺便让西方教高手 填一部分大节的坑 广成子一连问了 三个关键问题 长庚师弟 此次大节乃圣人直骑 你我禁不过圣人弟子 他日那西方圣人站出来 是否会让咱们的万般算计 付诸于流水 李长寿答曰 师兄 咱们既是圣人弟子 自当为三位老师分忧 为三位老师面皮记 若咱们一举一动 不服老师心意 老师自会提醒 西方教圣人 以下场数次 每次主动下场 都令西方教失去一些先机 大节来临 咱们可不能被西方教的 众圣人弟子反制 广城子又问 这次大节 先不论那西方教 咱们道门 已是在所难免地要入节 师弟可有想过 他日该如何平衡 道门三教之事 李长寿笑道 我始终是为道门记 自是要将咱们 道门三教的折损 降到最低 广城子含笑点头 再问 师弟要对付西方教的 香火神国 又如何确定 此事 非大节所倒 李长寿道 自当大节落下 一应算计 其实都在天道注视之下 都对大节有所影响 香火神国之事 已是动摇了天庭 今后执掌 天地人三界之根基 泯灭凡人天行 自当破灭 广城子 沉吟几声 坐在主位上 陷入了沉思 此间各产教先人 进阶不语 暗自琢磨 只有三五人 能明白这两位 到底是在说什么 道门于西方 产教于结教 大节于人祖 最后广城子笑问 长庚可有对付 这香火神国的良策 他已是被李长寿说服 决定参与到此事中 李长寿反倒叹了口气 言道 说起这事 我就颇为惆怅 忠谄先人 顿时来了兴致 想看看 能难倒李长寿的难题 会是哪般 李长寿端坐在矮桌之后 将此事难处 唯唯到来 指示言说 他奉御帝之命 在三千世界中 组建反乡火神教 仙道势力联盟 简称仙盟 各方仙道势力 已经联络了一两百家 第一次仙盟大会 将在数月之后开罗 我左思右想 西方教 如何会放过这般机会 他们定会安排 大批高手偷袭 既打击了先盟 又能将反抗 他们的势力的 首要人物 一锅端调 此事 当真是难 天庭虽已有众多兵将 但哪里去找 能威慑重硝小的高手 李长寿话语顿住 环视周遭 孝道 所以我今日前来玉须宫中 也是怀了私心 想请禅教之中 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能 去担任 这先盟的盟主之位 话到此处 广城子淡定地 端起面前矮桌上的茶水 往嘴边一抿 直到李长寿 是想请他出山 什么盟主不盟主的 那都是浮明罢了 而赤精子在旁 也端起了茶水 想着三千世界 各方仙道势力 虽人多势众 但多少有些 难上台面 这个位置 八成是要落在 他这个十二惊仙之二 原始天尊 第三弟子身上了 什么盟主不盟主的 那都是虚事罢了 李长寿吸了口气 后半句 用情真意切的表情 说了出来 不知 燃灯副教主 最近是否在闭关 若是燃灯副教主 能来出任 先盟盟主之位 那简直 再合适不过了 赤精子 当真没忍住 一口茶水 扭头喷向侧旁 给黄龙真人 滋润了下面部皮肤 还是广城子 功力深厚 一口气息 强行压了下去 表情瞬间 恢复成之前 含笑的模样 师弟 想请燃灯副教主 前去做先盟盟主 我错 李长寿面露正色 当然 燃灯副教主 事多且忙 只需燃灯副教主 为这次先盟大会 站台就够了 广城子 沉吟几声 当真是想不明白 为何如此 禅教普通仙人不知 他这个十二精仙仙手 还能不知燃灯 是什么路子 而广城子是知道的 李长寿 指燃灯底细之事 此前 对燃灯最欢的 不就是这位 人教二徒 天庭水神 当年东盛神州 燃灯算计杜仙门 被李长寿 孔宣 赵公明 连手折腾了一顿 损了宝塔 折了名声 自那之后 就安分了许多 如今怎么 李长寿心底 微微一笑 对各位 谄教仙人的反应 早有预计 这其实 并非妙奇 也非显奇 而是李长寿 思前想后 得出的一招 重归重举的正气 广城子 有些不确定地问 当真 李长寿笑道 当真 黄龙师弟 广城子笑道 去将此事 说与副教主 看副教主 是否答应 黄龙真人 刚要站起身来 角落中的太乙真人 却悠悠地开口 问也是白问 不如不问 让咱们副教主 去跟长庚共事 棺材怕都是要赔进去 几名仙人 各自露出轻笑 据刘孙却道 太乙师兄 副教主 终归是老师立下的 咱们还是要 心存尽重才行 太乙真人 却像是来了劲 嘴角一撇 白眼一翻 浅红道袍 略显风骚 老师可是教过咱们 尽当境之人 尊当尊之辈 黄龙真人忙道 太乙师弟 莫要这般言说 当然 太乙师弟 也并非再说 然当副教主 大家别往心里去 这话 也莫要传到 副教主耳中 太乙真人 怂怂间 一副无所谓 随便爱谁谁的 优良表情 太乙真人 对立场受道 师弟 你看人要看准点 当 这应当是一把 急沉的杖子 落下时 发出的响动 就见侧旁金光闪过 燃灯道人 坐在云上 自大殿侧门而入 视线扫过太乙真人 淡然道 此事 引导应下了 李长寿 面露微笑 对着燃灯 做了个道一 燃灯副教主 高义 太乙真人 对燃灯的视线 丝毫不以为意 此时还笑着问一句 长庚 你这仙盟 还有没有 副盟主之位 李长寿笑道 暂定的是 十二位副盟主 有 结教 公民师兄 产教 精灵师姐 结教 吕越师兄 顺位排 一二三 还有三千世界 启方大势力的 首要人物 以及 天庭重要人物 这副盟主之位 随便来多少 各位师兄师姐 若想去凑个这呢 尽管开口就是 各产教先 顿时表情各异 那燃灯老道 此刻已是眉头紧皱 漠然无语 此行道人又问 那 长庚 你担任何职 偏庭特使 李长寿微微一笑 与燃灯目光相会 淡定地做了个道医 继续道 也就负责 监察先蒙上下 凡事都要管一点罢了 燃灯副教主放心 您这位置 轻松得很 燃灯缓缓点头 道一声 何时动身 燃灯盟主 接此欲服 李长寿拿出一枚传信玉符 缓缓推到燃灯手边 提前一个月 我会将地点通知盟主 燃灯接过玉符 对李长寿挤了个难看的笑容 转身飞走 太义真人对李长寿挑了挑眉 这个天庭特使 当真妙啊 侧旁广成子与赤精子对视一眼 差些笑出了声 玉须宫前 一朵白云 载着树道身影缓缓飞出 赶赴太乙真人的前原山 李长寿此次玉须宫一行 除却差点被太乙真人用精砖砸 也算圆满 坑了燃灯 得了禅教现阶段的支持 对广成子等先人示好 就是特意跟上来的黄龙真人 刚离开昆仑山范围 就对几人传声问 长刚 你为何非要让燃灯副教主 错他盟主 平导听旁人说 燃灯副教主与西方教 似乎关联密切 只要是暗中给你使绊子 岂非 玉顶真人含笑道 长刚自有打算 师兄不必着急 这事儿 平导也不太明了 太乙真人 双手揣在袖中 仲媚看着李长寿 平导虽帮你逼出了燃灯 也知你自有打算 等思前想后 长刚师弟 你这不是 在给自己没事找事儿 灵珠子有点懵 搞不懂长辈们在说什么 李长寿缓声长叹 我这也是无奈之举 虚切燃灯破局 开始时 我都不愿让盗门众师兄师姐 插手此事 免得遭了劫 但事无完美 若我不借盗门势力 与西方博弈 当真捉襟见肘 玉顶真人点头表示理解 太乙真人嘴边的笑容 却带着些玩味 捉襟见肘 信你个鬼 黄龙真人 颇为纳闷 何来破局之说 这有些绕 本来是为了给西方教提供多几个选项 相蒙就是为了反西方教的香火神国 二者绝对抵对 不死不休 原本西方教的算计 只有强攻这一个选项 如今我自己捧出燃灯 再请盗门高手作证 稍后会造势宣传 吕越师兄的毒工 给西方教施压 西方教自会权衡一二 只要诸事顺利 西方教大概率会选择不应来的 改利用燃灯副教主 与天庭来转的 李长寿话语一顿 指尖轻点 在面前画出一条长河 解释道 一条河流 若下游河道越窄 其水流越是湍急 但若是从侧旁分流 另开河道 再在下游河流 原本河道承受的压力 自会大减 黄龙真人仔细想了一阵 笑道 还能这般去算计 当真开了眼界 西方教经营三天世界 已数万年 不出奇 怕是难取胜 李长寿接着道 此时自还有其他几种考虑 燃灯副教主 与我恩怨颇深 此时他正在修生养息 但若他是对我发难 必使他占据主导 此次 也可让他站到台前来 若他真的跟西方教好 自会引来西方教的注意 真正的算计 李长寿并未说出口 这跟先蒙的定位有关 先蒙始终只是暂时用来 吸引西方教注意 跟西方教博弈的棋子 真正的案起 是白泽主持的灵天殿 加入先蒙的这些势力 也是灵天殿 今后续征服的对象 香火神国如恶虎 其他闲散的仙道势力如群狼 李长寿此时做的 就是让虎狼相争 而后驱狼竹虎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554集 最好的结果就是西方教 在三千世界败退 先蒙被灵天殿整个吞并 到时 先蒙盟主就是最大的悲锅指 自不可能让自己人去担此职 以上也不过是 某个天庭普通全神的 普通算计罢了 这几年 李长寿一直与灵娥 齐心安排此事 单单只是备用计划 就做了九份 李长寿给出方案 灵娥审核几遍 觉得不稳妥之处 就提出来 分工明确 效率颇高 他们左推右算 确定此季的最坏结果 不过是天庭损失部分名望 李长寿就一咬牙 一跺脚 有了这次欲须之行 请燃灯入局中 燃灯绝非一鱼之辈 但李长寿大手张开 已是将燃灯钻入帐中 若燃灯跳得太欢 大不了就让赵大爷武力降服 后归结于西方教高手偷袭 应差阳错将燃灯做掉 鹿鸦道人都能死 燃灯道人为何不能 这两个原本封神大劫中 坑道门小能手 不提前摁掉 李长寿总觉得 自己办事不太稳妥 有负太清老师厚望 撕掉剧本 方得破局 到了前原山 太乙真人备好酒宴 三位仙人继续与李长寿闲聊 有关仙盟 香火神国之事 李长寿凡事都斟酌着回答 只要不暴露灵天殿的存在 其他算计都可如实相告 当太乙真人问起 天庭还有哪个重要人物参与此事 李长寿犹豫一阵 对几人传声道 一位将军 秦天柱 玉帝陛下的化身 这事千万不要暴露出去 不然玉帝陛下 又要再造个化身过去 也挺麻烦的 三位十二精仙 不由面面相去 各道会玩 李长寿笑道 不提这些糟心事了 此处各间都是算计 凡死种种都要去费心 对了 黄龙师兄 你最近有没有去龙族看看 龙族据说要做个 溯源大典 败祭祖龙 想在大劫之中得些庇护 他们给了我一张请柬 我还在想要不要过去 黄龙真人目中满是感慨 被轻松带入了义苦思填的模式 半日后 黄龙真人告辞 回麻姑洞修行 玉顶真人赶回玉泉山 教导扬解 玉顶真人离开前 李长寿在秀中 拿出了一枚玉符 笑道 师兄 这是一点八九玄公修行心得 你看 是否能派上用场 玉顶真人温和一笑 对李长寿点点头 并未多说什么 太义真人纳闷道 长庚你莫非还修了这般 肉身玄公 李长寿笑而不语 不否认 也没承认 灵珠子要在前原山金光洞 住些十日 跟随亲师父太乙真人修行 李长寿特意叮嘱了 灵珠子几句 让他不要太过偏重 肉身修行 原神道才是根本 灵珠子自是满口答应了下来 李长寿临走 灵珠子又追了上来 笑声道 师叔 您记得跟小兔说一声 他还说过几日 再来找我玩耍来着 善 李长寿甩了甩浮沉 可是我对他 都带几句话过去 灵珠子笑着摇摇头 与师父一同 送李长寿宿 李长寿离了金光洞 飞离此地大阵 远远的 李长寿还能感知到 太乙真人 那慢慢燃烧起来的八卦之火 小兔 谁 莫非是广寒宫的那只玉兔 徒弟 你跟他交好了 啊 他颇为可爱 而且特别好玩 灵珠子笑道 上次去过广寒宫后 小兔曾来水神府 给师叔送点心 我当时正在跟人比斗 他就凑了上来 没想到 他也是斗法的好手 肥宫颇为厉害 踹我一脚 都能给我踹出血印 太乙真人双眼放光 一阵追问 灵珠子也就如实回答 前缘山大阵闭合 断了李长寿先时探查 李长寿专注驾云 兴神归于旁处 接下来又是忙碌的一年 三个月后 禅教副教主燃灯道人 出任三千世界先盟盟主之事 在洪荒各处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 要一同组建反西先盟的各方势力士气大振 但那些不知燃灯是自己人的西方教 大部分圣人弟子 却是如灵大敌 局势顿时变得微妙诡诀 原本敬畏分明的两条河流 如今却是暗潮汹涌 这日 李长寿坐在单房前的摇椅上 手中拿着一支菩萨轻轻摇晃 找点军师大人的感觉 笑看三界风云 抚养先生之间 就是灵娥端着托盘从侧旁路过 嘀咕道 这间怎么老是一根根的掉头发 小小年纪就背负了他不应该背负的压力 李长寿细细思量 继续品味各处算计 有一心多用 指导人活跃在天庭地府 血色莲花之时 李长寿自不会忘却 只不过对方一直没动静 他也不想妄动 现如今天地间的关注点 都在于先蒙大会 也要提防有人趁乱搞事 或是用血海之事分散己方注意力 大叫不易 当真不易 嗯 李长寿心底 泛起了少许心血来潮 在地府中的指导人 缓缓睁开双眼 这句指导人 正在一处低矮的木屋中 这是他这个不用做事的小判官 平日里修行之地 一缕传声钻入了李长寿心底 水神 水神大人 是我 地厅 李长寿当真有些懵 不知这家伙突然找自己侍为何事 地厅却继续传声道 您当心啊 刚才有个挺狂的家伙 来轮回塔找我家主臣 自称是使凤之子 金翅大鹏鸟 要重振凤族声威 您在心底 您成念想 咱自然 就能听到 李长寿缓缓点头 在心底问 你为何要通风报信 神神莫怪 我实在不愿我家主人 在陷入大叫之声的漩涡中 主人他都已经这样了 西方还要继续压榨他 他来找你家主神 所为何事 来挑衅的 地厅也有些啼笑皆非 这家伙 还带着西方叫小生人的一名弟子 那家伙他不断拱火挑拨 这金翅大鹏鸟说什么 我家主人做不到之事 他去做 我家主人不敢做之事 他来管 生有急速 三姐逍遥 天地可去 无物可挡 然后就走了 李长寿无语 话说回来 大师嫂的弟弟这么顶的 这是少了多少三界的鞭打 才能养成这么狂傲的脾气 去见地藏都没有半点敬重 白瞎的地藏给西方教 挣的这么多器语 你家主人还好吧 差点没被气死 地厅叹了口气 随口继续传声 这家伙说是要直接针对 谁是那人您 您还是要多加小心 李长寿沉思一阵 心底念头轻转 笑道 无妨 相蒙大会还有半年 他若挑事 我就与他较量一番 嘴上说着较量 心底却已开始思考 该如何破这般急速 在本体不现身的前提下 孔轩此前曾说 若精翅大鹏鸟跟他作对 便是打杀了也无妨 这句话看似无情 实则只是凤族的傲气 以及孔轩做出的取舍 如今凤族气韵薄弱 孔轩亲自守护人族部落 为的就是凤族气韵 能回暖 为凤族繁衍生息迹 这精翅大鹏鸟 却走上了不同的路 依附于西方角 目的却是提振凤族身微 鸟都没了 要屁的威风 孔轩当日言语的意思 就是精翅大鹏鸟 若往死里捉 不必顾及 精翅大鹏鸟的跟脚 让它捉到死 但李长寿 岂能做这般不稳之事 不为别的 精翅大鹏鸟 是孔轩的亲弟弟 李长寿 就算将他打残了 也要留条性命 以何为贵 以得福鸟吗 然而 李长寿这般念头 刚落下 心底再次 泛起了少许涟漪 却是 敖以在通过神念 呼唤教主哥哥 这是有什么急事 此前跟敖以约好 若是有事 就直接在水神府联系 若非急事 不必神念交流 西方教开始发难了 李长寿不敢大意 立刻通过安水城的 主神像构建梦境 将敖以拉入其中 教主哥哥 敖以急步向前 过不得行礼 立刻道 凤族金翅大朋友 刚刚在中神州一处 方阵现身 宣称 要跟哥哥一较高下 他还说 明日午时 要从南天门入天庭 一路去的广寒宫中 一清横额方泽 李长寿无语 这么憨 李长寿纳闷道 此事当真 实不相瞒哥哥 五龙族 虽不愿再与凤族 掀起大战 但对凤族时刻关注 敖以道 这消息是大长老 刚告诉我的 自作不了假 金翅大鹏鸟的急速 恐怕只在当年 坤鹏腰尸之下 若他强冲天庭 当真难以阻拦 李长寿眉头轻皱 在自己的神像脚边 来回踱步 这家伙搞这事 图个什么 爽 李长寿突然意识到 孔轩那句 生死无论是何意 孔轩甚至 金翅大鹏鸟是什么鸟 这就提前表态了 敖以问 教主哥哥 要不要我立刻请龙族高手 去天庭布房 不急 李长寿难难道 这家伙若是真的靠近广寒宫 估计不是被一斧子劈了 就是被恒鹅 养成美容鸟 嗯 不是 李长寿摆摆手 请龙族帮忙 在各地放出消息 务必确保 这家伙能听到 就说 天庭水神 听闻此时微微一笑 与木工讨论时演道 洪荒三界谁人不知 天庭唯有玉帝王母 两位尊神可称大能 从南天门到月宫 一路刚好避开 林霄宝殿 瑶池与兜帅公 但凡换做其他大能 也能做到 不足成英雄 若是能不伤一人 从南天门 冲到广恒宫大门前 那才是真的急速 敖尼细细品味 眼前一亮 笑道 你叫主哥哥 那家伙 真的会上当吗 不知 看他是不是真的狂 李长寿叹了口气 先去吧 我去水神府等着 待消息传开 陛下就要找我过去了 敖尼答应一声 两人神念抽离 各自忙碌 惊吃大捧鸟 放出的狠话 由西方教在背后推动 在三界迅速流传开来 擎天柱火冒三丈 天庭中的天兵天将 齐齐打怒 纷纷去通明殿请命 明日要去南天门协房 李长寿很快 也被喊去灵霄宝殿中 与穆宫几位正神 一起献策 玉帝的脸色 自是十分难看 洪荒多算计 鲜少这般狂妄之人 还能活这么久 这京士大捧鸟 目中无人 把天庭当作成名的台阶 若是真的被他闯到广寒宫 天庭自是名声大损 穆公道 陛下 老臣觉得这有可能是他声东击西之法 咱们该在五大天门布置重兵 不可掉以轻心 不错 玉帝忍着怒 骂道 这京士大捧鸟 自寻死路 五九成全了他 话语一顿 玉帝陛下面色稍缓 看向李长寿 温声道 长哥你放心 我定不会让他靠近横额半步 李长寿无语 几个意思 木公也道 沈山安心就是 咱们天庭早已飞当初 要让这始风之死 有来无回 李长寿嘴角微微抽搐 这都过了九年了 还记得这谣言 正此时 灵霄宝殿之外 传来一声牛叫 却见一头青牛漫步而来 在灵霄宝殿门口 化作一名面容憨厚的中年壮汉 头顶牛角戴着鼻环 青牛咧嘴一笑 在大殿之外 也不进来 当着众天兵天将的面 喊一声 长庚师兄 老君让俺 帮你捉鸟来了 李长寿经不住一手扶额 敌人只是放出了一则消息 怎么就让几方阵脚全乱 这漫天仙神出老君之外 都该培训培训了 与此同时 灵山灵池旁 一名面容英俊的青年道者 正在显摆自己刚得的宝物 一件金色斗篷 得意之色写在脸上 侧旁 钟老道不吝赞美 拍马屁的过程中 也劝他不必如此硬刚天庭 这青年道者 却是大手一挥 淡然道 天庭水神多算计 咱们若是跟他比拼算计 那就是自讨苦吃 落在了下风 为何不以己之长 功彼之短 平道明日 定要让他知晓 便是蜷缩在天庭中 也得不了安稳 那天庭 平道尽出如无物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555集 钟老道顿时 含笑点头 嘴上说着 不愧是你 心底说不定 在如何嘀咕 地藏于地厅 原本专属的角落中 文静道人 站在阴影中 那银发少女 抱着宝剑 坐在侧旁静静观察着那边 银发少女传声问 水凤之子很厉害吗 文静道人摇摇头 心底暗道无趣 这事 他都懒得去水神大人面前 通风报信 趁机邀功 水神大人 但凡正眼瞧这个家伙一下 那就算水神大人 输了半仇 啥 傻蛋 那抱着原图见的 银发少女 微微歪头 文仪在说他吗 浅红色的毛子中略带疑惑 正午时分 红荒五步舟上空 南天门处 阳光洒落在云海之上 此地已是虫鸟飞绝 但云书云卷自成奇景 魏风徜徉自有妙韵 一道金光 自西北方向急射而来 远观就如破云之剑 几乎眨眼 就抵达南天门前百里 将乾坤丢在了身后 金光瞬间西纸 化作了一道修长的身影 傲然立在南天门百里之外 看此仙 剑眉狭眼阴勾鼻 目有狂电 心傲然 一身大金斗篷 凸显凤族之风 头戴金珠大玉冠 脚踏金纹白赤靴 对着南天门冷冷一笑 过于尖锐的下巴略微扬起 一可用两只鼻孔目视前方 颤抖吧 天 南天门处 有个守门的天将 经不住打了个哈欠 伸了伸懒腰 百里外 蓝鸟眉头一皱 姑且开始打亮南天门的情形 不太对劲 南天门为何没有增派守卫 为何都是些天仙真仙的兵将 在此地把守 莫非天庭并未听到 他放出去的消息 也不对 那水神与东母宫相谈的话语 流传在各处坊间 明显知道 他金斥大鹏鸟要来此地 偷袭弱者 本就犹如凤族之尊严 南天门这般情形果然有诈 但 五时已到 他已现身 焉有不入此地之力 金斥大鹏鸟轻哼一声 一甩斗篷 身影就要冲向南天门 他要当着这些天兵天将的面 光明正大飞入天门之中 又要展露自己的急速 让他们毫无应对之法 大鹏斩翅 金斥大鹏鸟身影化作一道惊线 朝天门急冲而去 不过一瞬 这鹏鸟已冲过九十里 即将冲入天门 又听一声剑鸣在天门上方响起 金斥大鹏鸟的身影朝着左侧门拐 整个过程发生在瞬息之间 让守门的天兵天将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甚至某神躲在暗处的普通指导人 只能勉强捕捉到模糊残影 南天门上 斩妖剑 斩出道道紫色光芒 一道剑芒如匹裂 对金斥大鹏的身影远远斩落 可惜 这剑光虽已无比迅击 却比金斥大鹏鸟此时的速度慢了三分 眼看就要被金斥大鹏鸟轻松闪过 金斥大鹏甚至还扭头看了眼 嘴角露出少许讽讽的笑意 所谓天地之剑不过如此 它此时尚未露出本体 不过是人形欲空 这剑光追都追不上 如何镇守天 金斥大鹏鸟猛然一惊 低头看向下方 却见自己不知何时 已冲入了一座结界 浓郁的天道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 下方那连绵百里的阴云 呈现出阴阳太极的图案 乾坤若囚笼 此刻竟在挤压金斥大鹏鸟的盗躯 正此时 那道斩妖剑打出的剑芒击射而来 贴着金斥大鹏鸟脸颊 堪堪划过 留下了一道浅浅的血痕 下方 以及南天门处 无比浓郁的天道之力渐渐消退 金斥大鹏却站在原地 感受着刚刚那一瞬 自己几乎遭受重创 带来的惊悚感与无力感 这 金斥大鹏鸟深深吸了口气 宁神盯着南天门 怎么办 自己狠话都放出去了 难不成天门都进不去 就杀鱼而归 他凤族的冥王 岂非要直接扫地 他矜持大鹏 以后还要不要混了 远远望去 白玉砌城的南天门 耸立于云端 而在南天门上方悬挂的三把神剑 恢复成了原本朴实无华的状态 这大鹏鸟陷入了莫大的纠结 而他所不知的是 就在南天门之内 一处云海处 凭先天至宝太极图 遮掩自身的李长寿 与擎天柱 正在那一阵发酵 长庚 你这也未免太太聚踏了 直接用上了先天至宝 殿下 切莫这般想 金氏大鹏 好歹也是使奉之子 就当是给使奉一些尊重 李长寿笑道 小神在南天门附近 放了数百颗流影球 一上股腰亭 周天星斗大阵布置 就为了吻着一手 有刚刚这般画面 天庭威严 就不会受影响 咱们君氏要教训这家伙 顺便试试 能否收服了他 让他的急俗 为天庭所用 若他太过桀骜不驯 最后还逃了出去 咱们也不至于受损 翻车 不存在的 秦天柱竖了大拇指 又问 他若恼怒起来 杀咱们兵将 又如何是好 李长寿道 陛下放心 小神会随时出手 小神去老师那求来的太极图 就是为了防他 气急败坏捣乱 善 秦天柱满意地点点头 眼前一亮 来了来了 那家伙又要来了 南天门外 京池大鹏保持着人形 几乎只是两个起伏 斗篷晃动间 重新回到了天门之外百里处 他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目中满是斗意 死死盯着天门上方的三把神剑 拼了 只要飞得够快 神剑就追不上我 他惊斥大鹏 打出声就没受过这般委屈 比急速 今天就是让坤鹏来了也不行 神通 凤 等会儿 这些天兵天将又在做事 换班的 怎么还不来 有位守门的中年天将抱怨一声 他话音落下 南天门之内刚好飞来道道身影 迅速接替了防守之位 有名新来的天将朗声道 水神大人有令 请三尊神剑去水神府 做个剑身修复保养 劳烦你们 护送过去 言说中 这新来的天将 对南天门上的三把神剑深深一败 青天柱暗中挥动手指 三把神剑缓缓落下 被几名天将一对天兵护送离开 精致大鹏无语 他抵达南天门不过片刻 第二次陷入了愣神 此时就是 他及时多年魔力出的心神 有点支撑不了此时思考所需的心力 天庭在自毁城墙 不对 这是水神在对他挑衅 水神摆明是在羞辱他 当他敌不过天道之力 精致大鹏额头 蹦出十字巾 攥着拳想一走了之 但转念一想 此时退走 自己的名声岂非一败涂地 他奉族 岂不是要成为天地间的笑话 好一个水神 竟然让他进退不能 精致大鹏双目一眯 瞬间多想了几层 水神料定了 他会为凤族的尊严不顾一切 定然是在里面设下了天罗地网 等待他冲上门 前方哪怕刀山火海 他精致大鹏 今日闯定了 哈哈哈哈哈哈 精致大鹏鸟突然大笑 站在云头上 隔着百里 注视着南天门 声传万里 水神 哪怕你神通滔天 哪怕你一手遮天 哪怕频道不是你的对手 但今时频道接受你的约战 这天门 我精致大鹏闯定了 看频道抵达广寒宫前 你是否能拦住我 耍 精致大鹏身影前窜 竟化作了一条金线 瞬间穿入南天门处 消失在云间 把守南天门的众天兵天将 还在朝着天门外各处撂望 寻找着刚才嗓音的来源 那道金线 已快到他们先时 都无法捕捉到半点残影 若不论乾坤挪移之法 精致大鹏不愧急速之称 就是 就是 秦天柱嘀咕道 他刚才莫非已经对你认怂了 又要打肿脸充胖子 抱着必死之心冲进来的 李长寿抬手揉揉眉心 当年凤族输得不愿 是啊 秦天柱择了声 输得不愿 陛下 我先转去其他化身处了 要时刻盯着这家伙 免得他真的伤人 去吧 去吧 秦天柱笑着摇摇头 手指轻轻一挥 三把神剑归于南天门上方 继续高悬 此刻李长寿的心神 在一句句指导人处挪移 稳稳追踪着 精致大鹏鸟的身影 精致大鹏冲入天庭后 全神警惕 刻意保留了三分急速 做应急转向逃命之用 但他飞入天庭不久 又是一愣 各处祥河 无半点冰镇 此时天庭 虽已经不算荒芜 但还有大片大片的云海 十分空旷 精致大鹏鸟 仙石扩散开来 能见远处楼阁中 仙子起舞 能见一处处云头 众天兵操练战阵 能见三两仙神 聚在咸庭 饮酒作歌 顺便精致大鹏的仙石 感受到了几股惊人的威压 分布于三个方向 那自是兜率弓 灵霄宝殿 摇驰的方位 本来是能走这边了 精致大鹏暗自嘀咕一句 心里却是有数得很 不敢朝这三个方向凑 他是来借天庭 扬名立万 奚落水神 给西方地投名状的 可不是来找死的 最强圣人的化身 如何能招惹 玉帝和毛母 本就是天庭主宰 在天庭中 可随意调用天道之力 他刚刚已是领教了 那斩妖神剑的厉害 脸颊此时还在疼痛 此时不敢凑向前 精致大鹏鸟 微微一笑 只要今日 能抵达广寒宫 见到那恒额仙子 也不必对他过分轻薄 露住他腰枝 落下一吻而后 潇洒离去 三界浪子 唯无缝 精致大鹏 传英明 托听一缕传声 这位将军傻笑什么呢 飞这么快 急着去坐肾 正急速飞驰的精致大鹏 瞬间停下身形 浑身若炸毛板 寻着船声飘来的方向看去 却见前方云海中 有一座荒芜的仙山 就在山顶 有个头顶鸡脚 逼带刚环的灰袍壮汉 坐在火架前 烤着两串鸡翅膀 身边摆着一只酒壶 高手 精致大鹏鸟 立刻感知到了 这头牛腰 带给自己的压力 尤其是这牛腰的鼻环 让精致大鹏鸟的灵爵狂跳 青牛纳闷道 这位将军 这是怎么了 莫非此地不让烧烤 何下事 天庭的闲材人员 青牛摆摆手 按此前背过的剧本 爽朗地笑着 将军 如何称呼 精致大鹏鸟 刚要自爆家门 又略微犹豫 言道 你不必知道 广寒宫在何处 广寒宫啊 你往这边飞 一直飞 飞到九重天 跟七重天的路口 就能寻到一个路牌 上面标注着 广寒宫的方向 青牛黑黑一笑 咋地啊 去看恒鹅啊 别乱想啊 恒鹅很难见的 偷偷看一眼那些 嫦娥们 就算是福气了 哼 精致大鹏鸟冷冷一哼 对着青牛拱拱手 言道 我曾想 像前辈这般妖族大能 也投靠了天庭 说完 身形化作一团金光 在天边 拉出一条浅浅的金线 避开这青牛 急急飞远 青牛骂道 你这将军 怎么还骂牛呢 你他娘的才是妖族 精致大鹏鸟听着 渐渐被落在身后的骂声 嘴角微微一瞥 把这当成了那牛腰 最后一点遮羞布 不对 好像太上老君的坐骑 也是牛 心底刚泛起这般想法 精致大鹏鸟身形再次顿住 他已是在两重天交汇的云层中 见到了那悬浮的路牌 这路牌有两个木制的箭头 都是斜向上 一个指向西北 一个指向东北 指向西北的木牌 标注着一行字 通往太阴星 指向东北的木牌 则标注着 通往天伐殿 金石大鹏鸟 见眉一昼 顿时发现 问题并不简单 好厉害的水神 竟在此地 用了祸心之法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556集 金石大鹏鸟又一次露出微笑 想起了自己来时 众西方教圣人弟子所叮嘱的话语 什么水神奸诈无比 定要小心 水神专算对手之心 不要多想一路猛过去 都是废话 若是普通鸟到了此地 定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走通往此地标注的天伐殿方向 若是聪明一点的鸟到了此地 就反其反其道而行之 就按木牌指引的方向前行 但他 使奉之子 三界急速第一 洪荒一种金石大鹏鸟如何会上这般道 这木牌纹路上新 磨迹未干 其上还残留着一缕淡淡的太清大道道运 定是水神此前刚刚立下 答案只有一个 真正的路径只有一条 金石大鹏鸟抬头看向了两只路标的夹角中间线 嘴角冷冷一笑 身形刷的一声前冲 将路牌直接撞碎 这才是通往太阴兴的 砰 千里之外 云海翻腾 金石大鹏飞得太快 以至于反应不过来 突然被一团云雾阻拦就撞了上去 被天道之力反震 低头喷了口血 前方云雾被这股横向冲击力吹散 显露出了其后半透明的浅金色壁垒 天亭边缘的壁垒大阵 凤足粗暗 金石大鹏扭头朝着各处看了几眼 鼻翼颤动了几下 灰溜溜地飞回木牌原本所在之地 他思索许久 先是探查许久 最后还是朝刚才路牌标注的太阴星方向而去 灵霄宝殿 正中摆放的大铜镜 将此前这一幕展示给了各位仙神 也不知哪位没忍住 扑齿笑了声 整个大殿顿是充满了愉快的气息 李长寿的一具指导人正立在此地 此刻闭目养神 也露出浅浅的笑语 片刻后 有诈必然有诈 不知不觉 金石大鹏的警惕性被拉到了最高 这一路 他近乎毫无阻碍 此刻竟已从第八重天的边缘摸到了太阴星附近 已是能直接望到在天幕上运转的大星 但金石大鹏此刻却有些犹豫不前 为何天庭没有半点防备 为何这一路破多诡调之处 甚至还有路牌为他引路 为何水神要故意撤走那三把神剑 很简单 水神是要在自己麻痹大意时出手对付自己 在自己接近成功的前一瞬 星神放松时 暴起发难 水神所有的算计都在这太阴星上 不 也不对 若让自己闯到太阴星 水神就已算是输了一半 水神精于算计 很可能是在太阴星之前设服 如此频道 只要从后方绕路 从太阴星背面 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去 那岂非 金石大鹏鸟露出淡淡的自信的微笑 背后献出两只虚淡的双翼 脚尖轻点 带出一声压抑的音爆 极快地穿梭于天幕之中 绕去了太阴星背面 太阴星背面是整片浅白色的沙海 在这沙海中 点缀着一处浅绿色的丛林 金石大鹏鸟 感受到了乾坤出现的异常波动 此地或许存在着某种厉害的大阵 他不敢大意 缓缓落在沙海边缘 想朝正面飞去 却发现各处乾坤都被封锁 太阴星正面于背面 隔着一层无形之墙 且有一股颇为危险的气息 流转其上 唯有那片丛林 金石大鹏鸟思索片刻 身形保持着虚弹 摸到了这丛林附近 定睛一看 看到了一面石碑 此地并没有直通广寒宫的暗道 这可笑的陷阱 傻子太上当 但金石大鹏鸟 犹豫了 他心底泛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思考 藏在沙海中许久无言 不知从刚才哪个瞬间开始 去广寒宫已经成了执念 哪怕只要触碰到横额的小手 自己这次就不算输给了水神 凤族神火不息 金石大鹏的鼻翼再次颤动了几下 脚下迈步 大踏步进入此处丛林 但出乎金石大鹏鸟所料的却是 此地还真有暗道 而且暗道中蕴含着淡淡的水源之力 前方甚至还有缩地成寸的阵法 一步迈出就可走出数百里 小心翼翼一步三查 金石大鹏鸟缓缓飞到了路的终点 莫名变成了头下脚上 一到了太阴星的另一面 他调转身形抬头看去 发现自己此时似乎处在一口枯井中 外面应该就是重重包围了 但只有闯过去 他金石大鹏鸟才能真正地扬名洪荒 冲 凤族密法 准备救 嗯 井上 金石大鹏鸟停下身形 愣愣地站在三丈高的半空 五蟹鸽台 趋静通幽 头顶是天盖一般的巨大树棺 周遭没有潜伏半个兵位 各处没有任何机关算计 反倒是四面围墙之外 有一座坚固的大阵 林珠子乖乖把门开 月儿的哼唱声自侧旁传来 金石大鹏鸟 扭头看向了声音来源 却见一名可爱灵秀的少女 背着一筐胡萝卜 从菜园一蹦一跳而来 少女头一歪 发现了在半空站着的金石大鹏鸟 先是愣了一瞬 而后就是小脸苍白 尖叫一声 主人 有男人闯进来了 主人 闭嘴 金石大鹏出声大喝 身形刷的一声飞了出去 抬手就要将少女劫持 正此时 一声冷哼 突然在金石大鹏耳旁乍响 金石大鹏鸟灵绝狂跳 浑身寒毛直树 此身速度骤降 周遭乾坤挤压而来 他宛若冲入了一片泥泞之地 太极图暗中显微 金石大鹏此刻 直到自己被旁人的神通锁住 骇然扭头 一袭白影闪过 一名风华绝代的仙子 已站在那少女身前 绝美的面容满是酷寒 双目闪耀出青蓝色的光芒 高手 金石大鹏立刻就要献出本体 但那仙子出手着实太快 两只仙手迅速截过九字印 用的是上古人族战法 金石大鹏此刻清晰地感觉到 岁月大道 被这女子引动了一次 哪怕只有一死 足以让金石大鹏心底 掀起惊涛骇浪 而金石大鹏这一瞬 急速完全被破 前冲的速度如蜗牛 甚至本体都显不出 仙子长发飘舞 面无表情地左掌前推 掌心绽放九只 清白色的光圈 将金石大鹏 近乎凝固的身形捆腹 这 金石大鹏眼前发黑 原神被禁锢 道驱被锁死 原本已经出现在深周的 金鹏虚影 被那九道青色光圈 硬生生勒散 仙子袖手一扬 袖袍摆动 被捆成了粽子的金石大鹏鸟 飞过高墙 飞过自动打开一条缝隙的大阵 在浅草地上翻滚几周 坑 一只大斧从侧旁而来 斧刃贴着金石大鹏的耳边滑过 展露了它一缕缕长发 插在草地中 金石大鹏道心轻颤 又感觉到了一股高手的威雅 且对方毫无保留地 对自己展露着杀意 鹏鸟的视线边缘 一名浑身肌肉骨胀的壮汉 迈步而来 双目充斥着血光 这壮汉沉声问 地下 寡了还是燃了 墙内传来一声冷冷地回答 宝头 金石大鹏不知是被吓的 还是被气的 直接昏了过去 灵小宝殿中 看着大铜镜中这一幕的 众仙神天降 此刻进阶失声 宝头 浑身抽搐了几下 倒吊在一棵大树下的 金石大鹏鸟 慢慢睁开双眼 目中惊魂未定 眼底映着一棵老树干枯的树干 它 它仿佛做了一个恐怖的噩梦 梦中的天庭看似空无一物 自己意外顺利地冲到了广寒宫中 却被恒额仙子一巴掌抽飞 三界第一美人 是个堪比圣人大弟子的高手 金石大鹏鸟心底 刚犯起这般念头 就发现自己此时是倒悬的状态 耳旁听到了噼里啪啦的火声 还有一耳说笑声 它浑身先利被封禁 鸟状元神被救到青色光环禁骨 完全无法挪动半顺 此时用尽力气挣扎 也只是慢慢悠悠地转了半圈 看到了三丈之外坐着的那三道身影 以白发老者一眼熟的壮汉 还有此前见过的那头牛腰 白发老者文生看了过来 露出慈祥的笑容 你醒了 金石大鹏鸟愣愣地点头 不知该如何回应 白发老者温声道 不用害怕 翅膀摘出的过程很顺利 金石大鹏鸟当头一蒙 侧旁那壮汉和牛腰扭过头来 美人手中抓着一只大号的烤翅 对金石大鹏鸟微微一笑 味道不错 十分劲道 金石大鹏鸟只觉心底一片冰凉 面色无比悲愤 当场就要怒骂 却又觉得无比困顿 一仰头喷了口血 再次气昏了过去 李长寿纳闷道 这家伙真就不探查一下自己 吴刚笑道 西方教从哪搞来的这般极品 青牛啃了口烤的林鸟翅赞叹道 确实劲道呀 这林鸟翅没想到比腿肉还好吃 李长寿摇头轻笑 总算确定他姐姐为什么会说 可以直接大杀了 留着也没用 只管给凤族惹祸 还不如杀了 你再收个坐骑 吴刚道 这东西的急速确实厉害 进入天庭到现在 都没显出本体 说不定本体飞速 比起昆蓬也差不了多少 若是能达到那般速度 天里间也是少有了 青牛嘀咕道 坐骑也讲究一个灵性 就这喊批 哎呀 算了吧 李长寿确实微微心动 坐在那儿一阵思索 收坐骑肯定不合适 毕竟金翅大鹏鸟乃孔轩之地 自己打杀了他 跟将他收坐坐骑 完全是两个性质 必须考虑孔轩的感受 毕竟是老师清点的大师嫂 那让金翅大鹏鸟为己方所用 且在关键时刻发挥急速 捎带他们一程 孔轩大解头应该不会介意 但 想收服这么个货 确实有些麻烦 李长寿揉揉额头 感觉这是对自己精神 和意志力的双重折磨 吴刚笑道 跑呗 凤族又如何 我这里有上股控制的 一些大腰用的精神咒 刚好派上用场 李长寿沉吟几声 闭上双眼 太极图在他左手掌心 缓缓显露真行 他已经开始跟太极图交流 金翅大鹏鸟这种脾性 用一个字形容就是憨 三个字形容就是 特别憨 自作聪明 明目张胆 胆大包天 心气特别高 本领也有点 命中谁都不服 就是要人好言好语捧着 捧舒服了 干啥都行 想要驯服这种脾性的金翅大鹏鸟 当真比杨了这家伙难百倍 也不是没有办法 上辈子就听人说起过 熬鹰之事 原理倒是互通的 如果折腾不死 就往死里折腾 当然还要搭配一些心理辅导 渐渐地引导 最终将金翅大鹏鸟的心气消磨掉 更改他骨子里的自命不凡 李长寿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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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呼了口气 低声道 前辈可听过连环阵 吴刚不由有点迷糊 侧旁的青牛也有点懵 原本金翅大鹏挑衅天庭时 李长寿只是想让金翅大鹏鸟吃点苦头 顺便打击一下西方教的气焰 并未动收服金翅大鹏的念头 但金翅大鹏鸟的脾性摆在哪 若是这次 让这头金鹏从天庭顺利离开 他肯定就会当作自己从头至尾 遭了天庭算计 要跟天庭不死不休 他根本不会去想 到底是谁最先扬言要闯天庭 又是谁一头闯进了南天门 这种人 李长寿上辈子是真的遭遇过 至今心有余悸 不 这次要么彻底收服 要么废了金翅大鹏鸟 给凤族留个种 说做就做 李长寿先与青牛吴刚商量一阵 又去天庭各处奔走忙碌 先得玉帝英云 再得目光支持 而后召集数百天庭仙神 汇聚于地方最宽敞的第四重天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557集 前有百万天兵去地府开沟挖取 后有数百仙神炼制阵机 当然 联魂阵衔衔接之处的关键阵机 还是李长寿亲手炼制送来天庭 他在天庭宝库办了些零食 又从四海龙宫调来了一批宝材 争取在最短的宫期内建造出一座 占地广阔的连环大阵 这座大阵不必太过坚固 因为全城有太极图的阴阳二气加持 重要的是此间的迷阵和困阵 要让那矜持大鹏时刻感受到压力 时刻提醒他正在大阵之中 不过短短三日的光影 在第四重天一片广阔的云海上 一千多根阵机被同时激活 场面无比壮观 李长寿的一具指导人 盘坐在总阵的阵眼 缓缓记起太极图 将数十座守卫相连的困阵 纳入阴阳大道的庇护 与此同时 李长寿开启的 伤不足的一具指导人 在城外小树林逛荡了一阵 很快就听到了一缕 孔轩大街头的传声 李长寿眼前一亮 这嗓音 已经有了三分温柔 三分温润 声调都比之前提了许多 此前孔轩是阴阳未定 处于中性阶段 此时不过是朝着阴属偏移 李长寿朗声道 道友不必献身相解 只是有仪式来征得道友同意 令帝此前擅闯天庭 欲要去广恒宫中 一清恒额仙子方泽 现如今被我抓住 掉起来了 打杀了就是 不必念我情面 孔轩的话语无比淡定 李长寿有些迟疑 又道 我是想将他收服 为天庭所用 孔轩沉默了一阵 李长寿面前出现五色神光 凝出了一道虚影 显然 此时孔轩的本体 并不适合外出相见 看此时孔轩凝出的虚影 面容已经比之前 多了几分温柔 身形也变得窈窕鲜秀 虽不敢说绝世芳华 却自成一股独特的韵味 孔轩皱眉道 天庭收服他做何用 惹失败契运吗 金棚的急速或有大用 李长寿正色道 就算道友你说得再轻描淡写 我也不能真的打杀了他 他毕竟是道友的兄弟 凤族本就人丁凋零 孔轩下意识抿了下嘴 凤木凝视着李长寿 而后轻轻叹了口气 我本不想再继续欠你人情 但你当真 罢了 你我能改改他那轻狂自大的性子 让他今后少给我添乱 我亲自去劝都可 李长寿笑道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套友莫说人情不人情 我家师兄听到定要训斥我了 孔轩目光看向侧旁 若是所见不错 若是感知不错 若是李长寿对女子的认知没出错 这是一丢丢的娇羞 赞美老师师兄的好事 八字就快要有一撇了 孔轩问 可需我做些什么 倒是不用做太多 李长寿道 我去借道友你的一律气息 最好是我用流影球 拍一下你这个虚影的背影 孔轩不明所以 但没有犹豫 就点头答应了下来 李长寿让孔轩稍等 在这片小树林中一片忙碌 又是鼓到云雾 又是选取拍摄角度 很快就拿出几枚流影球 拍了一阵孔轩的虚影 熬鹰工作 继续紧锣密鼓的筹备 于是三天之后 灵霄宝殿中 众仙神天将聚在一起 坐在几排矮桌后 看着扑朔在地板上的 特大号铜镜 玉帝陛下 坐在高台宝座上 一袭白衣 嘴角戴笑 旁边是备好的瓜果美酒 静待好戏灯台 李长寿坐在高台之下的最前方 与木工同住 待时辰差不多 李长寿站起身来 对玉帝做了个倒衣 陛下 各处都已准备妥当 是否开始收服这金翅大鹏鸟 玉帝已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长庚放手去坐 无一准备看一场好戏来 李长寿低头称是 扶尘对着铜镜一甩 铜镜之上灵光闪现 呈现出了清晰的画面 广寒宫外 一棵长在月宫附近的大树树干处 老君的坐骑青牛 以及月桂树之死敌 天庭偷伐乱伐第一人吴刚 各自抱着胳膊 站在那京翅大鹏鸟面前 一看到吴刚 天庭众仙神 就想起了此前所见 那位横额仙 呸 怎敢直呼太阴星君大人的尊号 太阴星君一巴掌 拍飞着金翅大鹏的画面 在众仙道心处不断盘旋 惹不起 惹不起 青牛坐侧耳倾听壮 笑道 要开始了 道友 我带这只鸟离开了 好嘞 吴刚随手射来一把大斧 手指一点将吊着金翅大鹏的 那根绳索解开 交到了青牛手中 青牛笑道 长庚师兄说 这次还要多谢横额仙子出手 殿下有敲打 水深大人有事尽管吩咐 道友不必多提这般小事 吴刚摆摆手 扛着斧头回返月桂树旁 口中高声吟诉 遇上九天关明月 先练铁骨三万年 哈哈哈哈 青牛黑黑一笑 心道 我家长庚师兄修行至今 才多少年 当下 这青牛拽着仙绳 将昏睡不醒的金翅大鹏 扛在肩上 朝四重天落去 一路无波无澜 青牛顺利抵达连环大阵外围 青牛找了一棵大树 将金翅大鹏鸟挂起来 对着金翅大鹏 吹了口鲜气 哼 烤翅味 小子 醒醒 金翅大鹏哆嗦几下 缓缓睁开眼 猴杰上下颤动了几下 面色有些苍白 他的翅膀 他的胳膊 还在 青牛随手 射来一块青石 淡定的入座 微笑着 看着倒吊的金翅大鹏鸟 笑道 见到恒恶仙子了 金翅大鹏当下就一哆嗦 骂道 你放下来 放你 青牛扎扎嘴 水神大人没交代 咱也不敢直接做主 水神大人 只是让咱们看着你 顺便给你念一点守则 金翅大鹏怒道 你 果然是水神的人 青牛淡然道 咱们是圣人的座棋 你即将成为圣人弟子的座棋 咱俩差着倍 你最好 放尊重点 金翅大鹏双眼一瞪 随后仰头 看着下方石面 用力大笑 我就算被八皮抽筋 死无葬身之地 也绝不会成为 任何生灵之座棋 凤足男儿不怕死 我自亲中存涅槃 脑子不灵光 还这么酱 青牛摇摇头 一脸惋惜 你估计是没救了 你可知 对付你 水神大人花费了多少心力 金翅大鹏 漠然不语 青牛哼了声 低头瞧了眼 掌心血的小字 继续道 半分都不到 金翅大鹏 冷冷一笑 扭过头去 这也赢了 何必奚落 罢了 小木不可雕 枯草不顶宝 青牛在秀中 拿出一支卷轴 朗声道 咱还是早点 做完长庚师兄的交代 回兜率宫中 吃桃子吧 来 听着 我只念一遍 人叫做齐的 十二条 七本守则 第一条 被乘齐时 当飞行稳当 不可突然前行 突然静止 这跟你自己 飞时 可不一样 一条条 一幕幕 青牛读着 手中的卷轴 还颇有耐心的 一字一句讲解 金翅大鹏 却是不断扭头 不断咬牙 恨不得 将自己耳朵 封起来 但此时 根本用不上 任何法力 只是一副 不听不听 青牛念经的 优良表情 灵霄垫上 多木工 纳闷地问 水神 不是说 不收他 做坐骑 而是为天庭 效力吗 李长寿笑道 这不过是 一点小算计 灵霄店各处 一只阵耳朵 竖了起来 李长寿道 咱们虽是要 说他为天庭 所用 但也可用 一些合理的手段 最初时 先给他定下 一个糟糕的未来 成为旁人坐骑 后续一点点 让他低头 驯服 等他接手 成为坐骑的命运 我们转过 再告诉他 无必坐坐骑 做一个昂首挺胸 为天庭效力的将领 他会如何 自会立刻燃起希望 降低对天庭的怨念 对天庭感恩戴德 木工面露恍然 周遭众仙神 也是纷纷点头称赞 藏 真的藏 有位正神小声道 水神 你能直接把这般算计 说出来 没事吧 无妨 李长寿笑道 各位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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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没听啊 哼 京池大鹏把头甩出几分洒脱 你这个小鸟子 算了 一声轻叹从后方传来 青牛扭头看去 顿时笑着做了个倒意 云海起波澜 凝成一道百丈高的虚影 这虚影类似于法相 白发白眉白袍 端坐在云海之上 面容多有慈悲之意 周遭闪耀着淡淡的光运 一缕晦涩的道运弥漫开来 京池大鹏鸟看得一愣 不自觉感受这般道运 却有些头昏脑胀 太极图蕴含的太极智里 自非半点太清大道底子都无的 生灵可参悟 寿杖图微 李长寿的嗓音如红中大鼓 在京池大鹏鸟耳中乍响 灭楚 你擅闯天庭 暗袭太阴兴 罪当白死 何敢猖狂 你有本事 叫我放下来 京池大鹏鸟定声大喝 贫道不过是遭了偷袭 若与你一对一较量 未必输给你 莫要执迷不悔 李长寿叹道 我念在旧友之情 想留你一条性命 你既一心求死 成全你就罢了 当下 那百丈高的虚影缓缓抬手 京池大鹏鸟直接砸落在地上 原神处的九条枷锁 同时消散 京池大鹏鸟一个翻身跳了起来 目中划过几分利涩 低头一声大吼 身形化作一缕金线 即刻前冲 没有半分犹豫 没有半点迟疑 京池大鹏鸟背后 张开一双金色羽翼 瞬间洞穿了 李长寿所画虚影的心口 灵霄宝殿中 众仙神奇奇挑了挑眉 自是被这京池大鹏鸟的 胸利索惊 而光影一闪 画面中失去了 京池大鹏鸟的踪迹 只留青牛一身感慨 这憨皮 咱都没动手 自己就进阵了 李长寿的虚影 露出少许微笑 对青牛轻轻汗手 消散于云海中 与此同时 灵霄宝殿 那面大铜镜的画面 迅速变化 分作了左右两幅 一幅是俯看视角 那京池大鹏 正在一座困阵中 左冲右撞 身形被一道道 阴阳气息 轻松挡下 急得团团乱转 另一幅画面中 李长寿坐在 连环镇一个节点处 满条丝里泡一杯茶 侧旁是一棵歪脖子树 大树的树枝 垂下两条绳索 绳索拴着一支木牌 旗上写着三个大字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迷路了 阵法 而且并不算太高明的阵法 只是此地 阴阳二气较为厉害 让乾坤 宛若防御领保一般坚固 无法直接突破 当他们凤族 没有九万年修行基础指引吗 这一点学识积累 他还是有的 发现自己被困在阵中 且强闯冲不出去 京翅大鹏鸟忙了几个小时 就快速冷静了下来 硬闯出不去 必须寻找阵法声门 京翅大鹏鸟嘴角冷冷一笑 双目涌出金光 此地阵法的灵力流转路径 清晰地印在心底 找到了 声门 京翅大鹏鸟身形一闪 出现在声门前 他再次犹豫了 水神会布置这么紧的阵法 沉默了一阵 京翅大鹏鸟试探性地 向前探出一步 周遭情形顿声变化 他身形向下坠了几丈 竟又掉入了另一处困阵 多重困阵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558集 京翅大鹏鸟松了口气 心底反倒安稳了些 他继续小心翼翼探查各处 找寻声门 提防此地暗藏杀招 于是一步三查 目光如电 激进地扫视着各处 林小宝店中 一位仙神出声感慨 能将如此高手 下成这般模样 为水神矣 李长寿淡定了一笑 回道 不过是他自身心情多有不足 非我之功 各位且看 他稍后在阵中见我 八成是二话不说 直接动手 满殿仙神不由来了兴致 定睛瞧着那面大铜镜 第四重天的连环大阵中 金翅大鹏鸟已寻到了第二处声门 这次稍微裹断了些 观察了片刻就迈入其中 周遭场景再次变化 困阵之后依然是困阵 若非每个大阵不尽相同 金翅大鹏鸟都要怀疑 自己是否闯入了某种高明的阵势 但接下来困阵困阵 还是困阵 声门声门又见声门 金翅大鹏鸟前行越发迅疾 眉头越皱越深 一连闯过二十多处困阵 身形突然一顿 他看到了 外脖子树下喝茶的老道 以及那只悬挂的木牌 迷路了 哼 金翅大鹏鸟怒火中烧 背后闪出两只金翅的虚影 迸发出数十上百道金色光雨 将那老道的身形 那只木牌直接打成了筛子 老道顶着浑身数十个透明骷髅眼 淡定地放下茶杯 缓缓摇头 身形化作云雾消散不见 金翅大鹏鸟再次冷哼一声 继续探寻各处 发现此地依然是个困阵后 经不住嘴角抽搐了几下 水神 你在卖什么名堂 不要以为只靠这般阵法 就能困住贫道 你能困住贫道的道区 却困不住贫道这心神 李长寿懒得搭理 在金翅大鹏鸟 寻到声门离开后 再次凝出一道 虚弹化身 来到歪脖子树下 换了一张一模一样的木牌 于是两个时辰后 金翅大鹏鸟从同样的位置 再次闯回此地这座大镇 看到那老道 歪脖子树 迷路了木牌后 当场一愣 这里有许多小细节 比如李长寿 那云雾化身的表情动作 都跟上一次完全相同 毫无二致 你到底搞什么算计 金翅大鹏鸟张口怒斥 抬手打出一道乌芒 这次连人带树 直接绞成了粉碎 随后 这金翅大鹏鸟 骂了两声 转身朝着此阵的声门而去 带着金翅大鹏走后 李长寿的道运再次出现 成了同一株老歪脖子树 同一块木牌 同一名老道 看到此处 灵霄殿中的众仙神 已是颇为不解 木工问 水神此举有何用意 木工莫及 李长寿笑道 看下去就是 这金翅大鹏 生而而急速 后面转一圈的速度 会越来越快 不会耽误太久 一个月内 字简分享 仲仙家头顶 冒出一个个问号 白衣玉帝 也是十二分疑惑 果真如李长寿所说 这次不过半个时辰 金翅大鹏鸟 就第三次 回到了歪脖子树下 这时 金翅大鹏鸟的表情 虽还是那般 冷酷凶利 但目光 多了几分迟疑 毁了歪脖子树后 匆匆而去 下一圈用石 就被缩减到了一刻 金翅大鹏 冲到了歪脖子树前 迷路了 木牌轻轻晃荡着 吱呀吱呀 响个不停 金翅大鹏 原本还算坚固的道心 此刻已开始了 些微动摇 赢到当真不幸 毁树 鸟飞 待金翅大鹏走后 李长寿再次现身 将此地布置 恢复原样 第五圈 第六圈 第十圈 第十一圈 第十八圈 金翅大鹏在连环阵中 转圈的速度越来越快 后面开始 遇到歪脖子树 都是身形直接穿透 云雾虚影 撞入下一个大阵的入口 第十九圈 金翅大鹏步伐一顿 此刻的他 目中满失血丝 长发有些凌乱 呼吸都有些急促 浑身法力涣散 但却第一次 停在李长寿面前 李长寿面露微笑 保持着此前重复的动作 抬起茶杯 抬起茶杯 抿了一口 缓声道 你 悟了吗 金翅大鹏正了下 矗力一阵 随后 面露凶色 抬手打出一掌 将面前这般情形 打成云雾 低头继续闯灌 就凭你 还想活到心 对此 李长寿不急不慌 再次凝成相同的布置 静静等待 又过七拳 金翅大鹏再次停了下来 但这次 他停在了 歪脖子树 所在节点的上一格 不 这是幻阵 周遭都是幻境 金翅大鹏 看着唯一声门所在的严缝 向后退了两步 声音从低南到大鹤 再到嘶吼 都是假的 这一切都是假的 这是幻境 都是虚妄 虚妄 唯我到本真 唯我到本真 随后身影化作一团金光 在这座大阵中 左凸右冲 又被一张张 阴阳二气凝成的太极土挡住 撞得头破血流 长发飘散 灵霄殿中 众仙神竟 多少 泛弃了一点同情之心 李长寿 微微摇头 道一声 自身情 心境修为 当真不够 本以为他能撑过九九八十一圈 没想到 上不足三十圈 道心就开始崩溃 目光 经不住一手浮额 有仙神叹道 咱们只是旁观 也能感受到无助之感 水神 当真高明 连环困阵 本只能擒住此神兽 但水神多次现身 每个表情都给予不同的暗示 才让他心房一步步溃败 换作咱们进去 怕也撑不过三十圈 此时才知 雷霆天火 不过小伐 十八地狱 遥遥余地呀 雷长寿淡定地笑了笑 并未多说 暗中观察了眼 玉帝的表情 心神归于困阵处 此时 金翅大鹏鸟 已再次闯过生门 双目有些无神地 看着那歪脖子树 以及树下的老者 你 误了吗 雷长寿再次给出 这般疑问 那金翅大鹏鸟 面露凶色 再次掠过歪脖子树下 撞入此阵生门 陷入了下一个轮回 此时 李长寿开始 增加一些新的花样 连环大镇的阵眼处 李长寿放出几只指道人 开始齐齐 诵读道门 劝善经文 让各处大镇 都响起了诵经声 于是 三日之后 金翅大鹏 已算不清自己 赚了多少圈 见到了多少次 迷路了这三个大字 毁了多少次 水神的化身 他精神 已经有些迷蒙 跌跌撞撞地 到了那处阎峰前 身体竟有一阵阵 空虚之感 像是魔症一般 金翅大鹏 鬼使神差地 进入了那处阎峰 再次看到了 一模一样的不景 听到了那声 你 误了吗 金翅大鹏 双腿一软 竟跪在云路上 低头难难 误什么 你能不能告诉我 误什么 石神 你到底是要我 误什么 李长寿 面色有些失望 摇摇头 并未多说 金翅大鹏 此时已没了胸力 但他站起身来 浑身颤抖着 想要打出一掌 却又觉得 只是白费力气 低头 在侧旁飞过 有十圈后 咚 金翅大鹏鸟 跪在那歪脖子树前 看着李长寿 眼泪经不住 从眼角滑落 大人 你让我误什么 你到底让我误什么 可以告诉我吗 你让我误什么 我就误什么 李长寿 再次摇头 淡然道 当你真正明白 自己要误什么 自会寻到答案 去吧 金翅大鹏鸟 崩溃的大喊 起身跺了跺脚 身影极快地 闪过此地 继续转圈 又误圈 金翅大鹏鸟 心底一颤 突然想到了什么 迷路了 这是自己 见到了不知 多少次的问题 这是水神 不断问自己的问题 此时 该冷静的 已经冷静过了 该想到的 都已想到了 水神如果要杀自己 其实不必费 这么大的心思 回想自己 与水神 每一句对话 对方曾说过 是 看在故人 旧情的份上 不杀他 是孔雀吧 那个阴阳未定 自己都不知道 该喊哥哥 还是姐姐的家伙 周而复始的大震 一次又一次 现身的水神 反复问着自己 是否已经误了 还有那 轻轻晃荡的木牌 金鹏 你迷路了吗 一时间 道心之中 泛起一声 这般问候 自己听到过的 那些嗓音 此刻竟依次响起 推着他 不断倒退 都在问他 这个问题 眼前一片苍白 苍白中 浮现出了少许画面 游近极远 哼 孔雀你等着 我一样能带领 凤族复兴 凡人不过是 谄弱之辈 道门都是些 欺民道士之徒 我金翅大鹏 一定要走出 不同的路 孔雀你自己 去洪荒板 那三滴凤族真血 都给了你 我不过是凤凰一种 并不重要 我金翅大鹏 要做天体间 最快的生灵 银木木 一顺顺 进入三界之后的 种种情形 进入三界之前的 那些记忆 受到的宫伟 不过是旁人 对自己的利用 听到的赞美 仅仅是旁人 给自己灌下的汤药 又有谁 在真正地尊重他 他矜持大鹏 好歹也是 使奉之子 如何能不明此事 如何能不通此道 只不过 宫伟与称赞 仿若有毒一般 他渐渐迷失在了 西方角 那一声声 快在之中 此地 如此反复的布置 就是在告诉他 沉迷于这些虚荣 虚浮之中 只不过是固步自封 只不过是 在迷失自我 水神不断地点画 你 误了吗 耳旁突然听到轻唤 金翅大鹏 漠然回神 却发现自己 不知何时 又站在了 歪脖子树下 站在水神面前 那迷路了 木牌之前 噗通 金翅大鹏 双腿一弯 跪了下去 双目之中 满是泪光 曾经高傲的头颅 渐渐地低了下去 低在云路上 我错了 我只是逞意识意气 投奔西方角 我只是想证明 自己不比孔玄长 我早已迷失 在了路途上 我早已不知 自己该往哪飞 我生而有急速 却无人告诉我 该飞往何处 从没有人告诉我 做什么 李长寿无语 是这么误的 自然也不能排除 金翅大鹏 实在故意 装成这般模样 吻一手 按计划行事 李长寿 缓缓叹息 言道 迷途知返 浪子归心 万物中善 道法自然 再去走一早晚 这次不要用法力 去听 去看 去思考 金翅大鹏 抬头看了 眼里长寿 雙目之中 满是迷茫 低头再次行礼 是 言吧 金翅大鹏 站起身来 步伐有些飘忽 走入了下一道声门 他依照李长寿 所说的话语 这次放慢身行 在早已熟悉的大阵中 慢慢行走 很快就发现了一些 此前并未发现的细节 自然 这是李长寿 刚加上去的 比如 一幅画卷 一面石板 一处刻画在 岩壁上的简笔画 开天辟地的故事 龙凤大战的情形 五妖人三族争锋的过往 一些经文 一些似是而非的句子 一些让人道心安宁的 诵经之声 金翅大鹏的目光 渐渐清明 他悟到了生灵之渺小 悟到了天地之伟岸 悟到了自己此前 不过是跳梁小丑 悟到了天道辉弘 圣人昭昭 快速反倒是束缚 超妥并非简单 飞出天地去混沌海 自己来世上行走 终归是有自身的意义 半个月后 金翅大鹏鸟 再次回到了 那棵歪脖子树下 他微微一笑 此前心浮气躁 心入魔障 穿梭在这连环困阵之中 飞得再快 飞得再急 也不过是原地打转 而此时的他 力气全消 漫步半个月回返此处 虽又回到了原点 但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天地 心已完全变化 金翅大鹏鸟撩起长袍下摆 动作坚定而迅速 跪在了李长寿面前 多谢老师指点蜜金 金翅大鹏鸟 此前犯下树桩大罪 请老师责罚 但此身怀孕为凤族祭 请老师留弟子一命 待凤族再有血脉 繁衍于天体间 弟子自领一死 李长寿含笑点头 身影化作云雾消散 但周遭却浮现出了一幕幻境 与此同时 金翅大鹏鸟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 孔雀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559集 幻境是一片密铃 其间显露出孔轩 那窈窕鲜美的背影 林中想起了李长寿的话语 道友放心 我自会尽力而为 只是道友 你当真决定了吗 如此大的牺牲 孔轩略微回头 露出了那已有七分柔美的侧脸 他终究是我兄弟 道友你屈居凡尘 笑话凡人 为凤族挽回些许气韵 又如此 唉 答应道友之时 我李长庚 定会全力以赴 孔轩微微一笑 那笑容中带着释然 无奈 带着几分希望于憧憬 而后话归五色神光之中 消失不见 周遭响起了白鸟提唱之声 大阵缓缓消散 蔚蓝的天空白云朵朵 明媚的阳光 洒满此间 京池大鹏鸟跪在那 不自觉 已是泪流满面 它面前 一只金光闪闪的镯子 躺在李长寿原本盘坐之处 镯子上刻画着繁复的道纹 制式虽简单 却又散发出苍明古朴的道运 金翅大鹏鸟露出几分试燃 双手捧过那镯子 喃喃道 老师 我明白的 只要戴上了它 我便接受天庭束缚 我的吉树今后 只为天庭所用 我是凤族一种 与姐姐一样 无法传承凤族血脉 但我愿 为凤族延续气韵 为天庭效力 白死不愿 当下 金翅大鹏鸟轻轻一叹 闭上双眼 将这镯子放在了头顶 灵霄殿中 不知多少仙神 站起身来 肃然起敬的同时 有几个感性的老仙翁 已是劳累纵横 目光常叹 戴上金拙 急速自此有了界限 不戴金拙 难替家姐 分担苦难 玉帝更是叹道 即使醒悟 也当得奉族男儿之名 善用 当善用 通镜中 李长寿再次现身 却是走到金翅大鹏鸟身旁 将一张卷轴递了过去 天庭仙神入职 宣示模板 老师 嗯 李长寿抬手 在金翅大鹏鸟肩上 拍了三下 念吧 金翅大鹏鸟 露出开心 且舒适地微笑 重重地点了下头 打开模板 开始高声送读 招来了天道之力 一个时辰后 金翅大鹏鸟 读完经文 周遭闪耀起 道道金光 他低头 对李长寿再次叩拜 谢谢老师成全 但叮咛两声 头顶顶着的金镯 却滑落了下来 让金翅大鹏鸟一正 傻孩子 李长寿温声道 你是天地间最快的神情 要投孤何用 这是太上老君 亲自为你炼制的 脚环 金翅大鹏愣了下 拿起镯子 在自己脚边比划 金卓当即 套在了他脚腕上 合适吗 李长寿温声问 金翅大鹏 顿时双眼含泪 感动得点点头 谢老师关怀 大小 当好合适 李长寿缓声答应 微笑注视着天边云朵 多少有那么 一丢丢的负罪感 记得去对你姐姐 道声谢 不过 等几十年再去 还正在闭关 老师 这迷路了的木牌 可以给弟子一块吗 弟子想时刻待在身边 以示情形 善 林霄殿中 白衣玉帝 经不住 露出少许笑意 温声道 不觉得这般困阵 不熟就留下来 作为一道 劝善天罚 众爱卿 以为如何 姓 陛下 陈以为 大可不必 陛下三思 何罪至此 李长寿淡定一笑 心底 倒是开始期待起了半年后先蒙大会 金翅大鹏作为天庭特使之特使出场时会是哪般画面 顺利实施了以德福鸟计划 李长寿自是将众多后手收了起来 像金翅大鹏闯天庭之前被斩妖剑直接下退的画面 又如金翅大鹏被吊在太阴星某棵不知名老树上 被过路的仙子们指指点点的画面 再或是金翅大鹏在第四重天的连环阵中撞得头破血流的画面 既然已成了自己人 这些黑历史自然是要销毁部分 只留下一些关键内容以作不实之序 金翅大鹏被天庭顺利招降 拜水神长庚为师的消息在天地间并未流传开来 李长寿要求各位仙神保守秘密 而天庭内部知晓此事的那日都在灵霄殿中 如今大劫当头便是胳膊肘向外拐的天庭仙神 也要考虑下自身处境 于是五步舟各处访阵 有关此事的讨论也迅速弱了下去 那凤族的金翅大鹏不是说要闯天庭了吗 这么久过去了咋没音了呢 估计就是华仲习宠 用这法子拨个名上 天庭几时那般好闯的 不对劲此事不对劲啊 西方教也装起了哑巴 李长寿料定 对方应以知晓金翅大鹏之事 但这事他们也不敢乱提 免得给玉帝发飙的借口 李长寿将金翅大鹏鸟安置在自己水神府中修行 赏赐了金翅大鹏鸟两件领宝 以及天庭金鹏元帅这一般虚致 让李长寿感觉有点讽刺的是 孔宣辛苦照料商不足所增的器语 尚不如金翅大鹏鸟在被封天庭元帅时所增的器语 谁是天道的亲儿子一眼可见 天庭增添一元大将 玉帝自是十分欣喜 本想宴请金翅大鹏 被李长寿及时劝住了 对金翅大鹏鸟不能太过赞扬 也不能一味称赞 金翅大鹏鸟虽在连环阵中有所领悟 但本身性格并未完全转变 称赞太多容易再次膨胀 须定时敲打敲打 又一个月后 李长寿在灵霄宝殿 当着天庭众仙神的面正式请命 玉帝大手一挥 奉李长寿为天庭特使 率数位天降 前往三千世界中 组织监察先盟大会之事 李长寿领命而去 又在背后推动 让此事在五部州三千世界迅速传开 此举主要是为了给先盟提振士气 且提前锁死先盟的权力 免得让某位先盟盟主觉得 自己突然就行了 三日后 李长寿在天庭的指导人 带着几名金仙镜天将 大队天兵 大摇大摆地 离开东天门 预计先盟大会开始前一天 他们能刚好赶到大会会场 与此同时 天涯觅境 李长寿的指导人 与吕月一同离开 指挥天涯阁暗中招募的先兵 建造第一次先盟大会的会场 虽然李长寿预计 这个先盟出道即巅峰 出会便最强 但这次还是要认真搞一搞 免得出什么纰漏 又过三日 南海之兵 海神妙处 一朵白云缓缓飞来 其上站着一男一女 两道身影 远远看去倒是颇为相衬 南仙续着美然 微风堂堂 面容英俊中带着几分硬派 一身前红战甲 更增几分威严 正是结教外门大弟子 洪荒万瓷王老赵本赵 而赵大爷身侧的便是精灵圣母 李长寿特意请来的为结教大师姐 他今日湿了淡淡的妆容 比起平日里少了几分英气 多了几分天成的妩媚 修长鲜美的身段 包裹在弹精秀凤的长裙中 气场全开颇有威势 李长寿早早外出相迎 此时自使用天庭水神面容 但站在此地的 却是李长寿的本体 最初李长寿构想先盟大会 只是想偷摸举行 联合各方势力 自不用本体前往 指导人足以应对 可李长寿反复推演 这事偷摸办不成 决定主动将燃灯 拽入局中当枪使 但拽燃灯入局 李长寿就发现 自己必须请两位信得过的 结教高手 以备不时咔嚓之需 赵大爷和精灵圣母都请来了 自己的本体躲着不现身 也未免太说不过去 故此 李长寿请来了 离地雁光旗 护着小穷风 顶着太极图 捧着玄黄塔 提着乾坤齿 揣着穿新锁 小心翼翼出了小穷风 没办法 洪荒太凶险了 功德精深 两次被阻 李长寿心敌 始终有一种浓郁的危机感 赵公明抚须大笑 堂耿 你当真是坏透了 竟然请燃灯道人 去做先萌盟主 你这不是将那口老棺材 架在火上烤吗 李长寿笑容 带着几分洒脱 笑道 一连小算就罢了 师兄师姐 莫要介怀才是 无妨 精灵圣母嘴角 露出淡淡的笑意 我本来有些不懂 你这般安排 但公民解释一二 会变明了了 你这般巧思 赵大爷 什么时候这么聪明了 八成是从三仙岛 逛游一圈 问了问这事吧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公民 后缀呢 这两位结教大手子 关系进展如此神速 赵大爷 被精光圣母扣开的心门 终于要住进精灵圣母了 这奇妙的洪荒大能互动 李长寿将两人引入正堂 侧旁有侍者捧来热茶香明 大家已经数到不必寒暄 赵公民问何时动身 李长寿笑道 咱们在此稍候 我刚刚通知了燃灯副教主 前来会合 稍候一同前往最佳 赵公民嘴角一撇 看燃灯同行 当真不好受啊 精灵圣母却道 不管如何 明面上 他都是咱们到门的高人 外人面前 看见他的面皮还是要给的 但是他不识抬举 师姐 咱们还是要以和为贵 李长寿温声道了句 与赵公民对视一眼 各自轻笑 精灵圣母哼了声 扭头喝自己的茶 赵公民问 白先生去何处了 我此前去你的山头逛了圈 没感受到白先生的气息 也就自己回了 李长寿笑道 说是访友去了 此事不宜多问 懂了 赵公民抚须笑着 轻飘飘地接过话题 长哥啊 此前不是听说 有一头金石大鹏鸟 扬眼挑衅天庭 后面怎么就没了动静 那金石大鹏鸟 莫非真的只是要 华仲取宠 李长寿正色道 老哥切莫这般觉得 金石大鹏鸟 声有其速 也是颇为厉害 他当时确实去了天庭 且到了广寒宫前 好 赵公民与金灵圣母对视一眼 各自表达了关切之意 但关注点明显不同 赵公民先问的是 后来如何了 那金灵圣母却皱眉道 你当真如传闻中那般 与广寒宫横额仙子 有些非同寻常的关系啊 李长寿忙道 师姐莫要听信这般留言 我与太阴新君 并无太多交集 我不过是在天庭权柄高了一些 所以能进入广寒宫罢了 金灵圣母细细思量 这话倒也合理 赵公民又问 那金翅大鹏鸟 到底怎么了 老哥请看 李长寿指着那趟角落 站着的侍者 他不就在此地 那侍者转过身来 含笑疏眉 虽还是阴沟鼻 刀削般的面庞 却并未给人太多 风锐之感 窗外阳光照来 为他镀上了一层 微弱的豪光 让他的笑容 宛若一股春风 温和中又带着少许的腼腆 赵公民无语 精灵圣母也无语 李长寿刚要正式介绍几句 忽悟一道流光 从西北方向 破空而来 精致大鹏鸟 见眉一昼 在原地留下几道残影 身影极快地冲出内堂 飞天而起 在百里之外 将那道流光 卧在掌心 身影倒退而回 又刚好 与先前留下的几道残影重合 前后不过一二瞬息 精致大鹏鸟 已站在李长寿面前 恭敬地恭身 将一枚玉符奉上 老师已验证过 并无技巧算计 闪 李长寿含笑点头 用先例包裹的双手 将玉符接过 先时探查到了 其内的讯息 李长寿叹道 然当副教主 果真非同寻常 亲说自己在悟到 紧要关头 让咱们先走一步 他定不会持了 先盟大会 届时他还会带 此行道人一同前往 让我为行此道人 留一个副盟主之位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五百六十集 赵公明满是惊奇地 看着京池大鹏鸟 笑道 阮灯也是扣贼的 那咱们走吧 精灵圣母站起身来 早点过去 也好早做准备 那我看看这西方教 要耍什么花样 李长寿起身道 金鹏 这次劳烦你了 今次大鹏鸟忙道 老师 你吩咐就是 言吧 他快步出了那堂 就在后院 献出本体 却是一头一盏 刚过十丈的 金与大鹏 此时 金鹏背上用先例 献化出了三只蒲团 一只在前 两只并列其后 最前的蒲团 宛若莲花宝台 其精美程度 堪比 凡俗帝王家的珍宝 后面两只蒲团 就简单了些 好似两只树堆 李长寿皱眉道 金鹏 你心情不稳了 金鹏一愣 随后仔细思索 那张鸟面上 满是惭愧 金鹏 让老师失望了 这就将前方老师 霓赏的宝座 恢复成 不必 李长寿 侧身坐请 笑道 还请精灵师姐 前坐 精灵圣母 轻笑了声 并未多说 裙摆飘舞间 已是盘坐在那 精致的宝座 蒲团上 李长寿 与赵公明 落在其后 两只蒲团 相视而笑 李长寿道 多亏金鹏 有急速 咱们才有机会 在各处逛逛 再去看看那些 香火神国吧 精致大鹏鸟的高提声 穿透高空云雾 雨意轻轻一摆 一是带着一股狂风 冲天而起 几乎眨眼 消失在天边 只留下一段 淡淡的残影 感受着乾坤 带来的淡淡挤压感 赵公明忍不住 对李长寿传声 你是如何做到的 宝文中 那金鹏大鹏鸟 结傲狂傲 怎的 怎的就这般乖巧了 李长寿传声回道 以德服人罢了 这 赵公明低头 看了眼金鹏大鹏鸟 咱俩德行差这么多 老哥我好歹 也有一波云天的名号 怎么就遇不到 这般强悍的坐骑 李长寿笑而不语 赵公明嘖嘖称奇 路上担心金鹏大鹏鸟会疲累 李长寿借了两缕太极图的阴阳气息 化作太极图虚影 拖着金鹏大鹏鸟 差点给金鹏大鹏鸟感动哭了 意外的 李长寿发现 这般简单之举 却让金鹏大鹏鸟的急速 突破了他的极限 太极图能减少乾坤阻力 倒也在情理之中 而金鹏大鹏鸟享受着心急速带来的愉悦 飞得越发带劲 目光越发坚定 且说正事 这就是西方教的结作 一处大千世界天边 赵公明皱眉注视着万里外的一座香火大庙 大庙建在一座山峰的峰顶 其内有数百道者齐齐诵经 大庙周遭散发着道道金光 而从庙外一直到山脚 甚至能眺望到这座大庙的平原山林各处 以明明凡人跪地参拜 大部分面露鸡色 而这大庙上空 磅礴的香火功德凝成金色云雾 最终消失在高空深处 那里似有一条缝隙 精灵圣母冷哼一声 招出一把长剑就要去砸场子 却被赵公明拦下 你拦我做啥 精灵你这般出手 砸了此地妙语 那些凡人非但不会谢你 还会怨你恨你 何必去找这般不痛快 精灵圣母骂道 我何必在乎凡人的眼光 此地供奉野神 如那凶兽饕铁一般 当真让我看不过眼 李长寿却道 让师姐出手就是 物以善小而不为 你看 精灵圣母微微仰手 脚尖轻点 身形化作一团金芒 冲入高空之中 就听得几声轰鸣 几声惨叫 高空陷出一座电雨 其内人影翻飞 精灵圣母 发身都不鞋 以人一剑 杀得对方人仰麻烦 惊持大鹏鸟鸟问 老师 凡人为何会信奉 这般野神 回答他的 却是赵公铭 凡人 雷说 一生不过百岁 对超出自己 所能理解的力量 总会有一种 敬畏与崇拜 要毁掉一处香火神国 也是麻烦事 倒不是那些 西方炼气室 难处置 而是这些凡人 如何安置 长庚 你可想过 这般疑难 自然 李长寿 温生道 其实主要是两个思路 其一是 另立神教 取而代之 短期见效 也可让这些凡人 换一个神灵祭牌 再用相对温和的教义 劝凡人 以耕种生产为主 莫要整日想着 参拜神灵 就可飞生成仙 而这般作 有些后患 掌权者 容易被私欲所趁 走上香火神国老路 其二就比较麻烦了 赵公铭笑道 远闻其想 李长寿 眺望着高空中 以杀疯了的电雨 还生道 第二个思路 就是教化凡人 以书籍 承载学识 记录下凡人之智慧 开拓众生之眼界 让众生名 何为天地 何为虚实 减少其愚昧 引导其思索 如此便可 捕首相互神国之祸 可惜 第二个思路太过片面 也只是我胡邹之言 赵公铭缓缓点头 言道 若人人修行 对天地而言 怕也会是另一场灾火 所以 万物都需均衡 此时也是这般 李长寿双手揣在袖中 轻声道 我一天亭香火 取代这些香火神国 让众生 遵皇天后土 分善恶 定公义 小生死 修行立为 方外之事 天兵轮次 常驻各方天地 赵公铭竖了个大拇指 李长寿也并未多说 赵公铭老哥 并非人族出身 很难感同身受 这也是情理之中 惊弃大鹏鸟 突然定声道 老师 弟子明白了 明 明白什么了 正此时 天边闪过一道银白剑光 将那电雨从中斩断 残垣自高空跌落 砸向一片荒芜的麦田 天外出现道道流光 精灵圣母却冷哼一声 看都不看这些流光一眼 竟直回了京翅大棚背上 精灵圣母骂道 半个圣人弟子都无 多杀也无影 不顾脏了我的剑 李长寿道 走吧 再转站其他地方 精灵圣母扬升高体 转眼飞离这片大千世界 将那些想要追击者 远远抛在身后 就这一半 他们绕路走访十八处香火神国 精灵圣母出手三次 后面也懒得继续动手 李长寿用流影球 搞了一些证据 就给了金翅大棚一个方位 自南海之宾出发不过半月 李长寿一行 赶到了某处小千世界 远远就看到 充斥在这片小天地间的水蓝色 这方小世界 以五行之水为主 只有天空与海泽 先蒙大会的会场就在此地 此时已布之妥当 李长寿借鉴了自己 曾经参加过的龙族大典 整个主会场设计成了宝帘状 但不得不说 还不如龙族当年随便搞搞整的气派 经费有限 经费有限 李长寿在此地的指导人提醒了吕月一声 就自行潜藏退场 一直在此地无聊打坐 怀念天涯秘境小日子的吕月 听闻赵公明与精灵圣母到了 立刻抖擞精神 跳江起来 主动迎去天边 脸上也露出了几分失地之微笑 李长寿一命经持大棚化作人形 隐藏起气息 准备稍后给燃灯与西方教之人一个惊喜 再搞点什么布置 李长寿打量着各处 思索着要不要搞几个飞天法器 拉两道横幅 上书热烈欢迎燃灯前辈 出任先盟盟主 燃灯前辈与西方教不共戴天之类的 那场面应该相当有趣 先盟大会会场居中的飞天台上 某飞著名天庭普通拳神 与易博云天公明前辈 蹲在角落一阵古道 吕月站在侧旁 当真眉眼看那边的情形 长岗 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老哥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有些过分 要不尺寸再加大些 这个尺寸还不太稳 大善 小月过来搭把手 别处着 赵公明招呼一声 吕月赶紧向前 那个曾在天涯秘境中 与众仙子谈笑风生 指点江山的结教大佬 此时却像是个学徒般 快步凑到老师傅身旁 师兄需要我做什么 赵公明递过去一杆笔刷 小赫赫地叮嘱道 用笔描这边 长庚说的 色彩要突出现 吕月忙道 略乃有时也需如此调和药性 师兄放心 定不会出差错 赵公明抚须轻笑 起身挪了个地方 继续在李长寿另一侧忙碌 李长寿抬头看了眼吕月 温和一笑 低头继续作画 不多时 一幅三丈长的巨型肖像画 缓缓飘起 画得自是燃灯道人 随后 李长寿又在侧旁提名 反香火神国三界第一人 赵公明跳去云端 一阵打量 嘖嘖撑起 长庚 你这笔上功夫 当真不是该的 吕月笑道 就是 为了这盟主 赚了一波名声 六位有些不爽力啊 嗨 吕月师兄 话不能这么说 李长寿正色道 如今香火神国 维护各处大仙世界 咱们当务之急 就是团结一切 能团结的势力 拯救天地生灵 来 咱们把这幅某主画像 挂飞天台侧旁 我再用先例加固一下 赵公明与吕月 左右搭手 再次为会场 增加了一点燃灯元素 吕月思索一阵 问道 有个问题 长庚师弟 你想过没 咱们如此大张旗鼓 为燃灯大神造势 那些来参加 那些来参加 先盟大会的势力 若是真把燃灯 当作了画事者 这岂不是弄巧成桌 眼睛是个好东西 赵公明嘖嘖一笑 李长寿收起各类画笔 拽出扶尘 搭在手肘处 缓声道 让燃灯做先盟盟主 本就是一场算计 此前是先盟与西方教 在三千世界的势力对立 西方教肯定用尽手段 毁掉先盟的初次大会 请燃灯入局 就是缓解这部分压力 毕竟道门先进皆知 燃灯与西方教 部分练习式交好 如此 西方教就会考虑 是否将宝压在燃灯身上 尝试让先盟为他们所用 或是作为 与其他先盗势力 谈判的路径 略月又问 西方教就会轻易上当 他们不得不如此 赵公明笑道 长庚请咱们过来 就是在告诉西方教 若他们直接与先盟开战 咱们道门 就可干涉三千世界之势 而今大劫来临 他们西方教 敢挑衅道门 咱们与产教 定是乐意与他们一战 刚好弄些劫灰 去填劫运 老哥说得不错 李长寿笑道 世界闹大好 对谁都不利 西方教陷如今求的 其实也是 安稳撑过大姐 吕月还是有些担心 可万一 西方教不认详我神国之时 或是故意绕开 咱们不打 赵公明笑声顿时无比洪亮 挺胸抬头 容光焕发 视性于光瞟了眼 正在布置飞天法宝 拉束缚的精灵圣母 郎声道 这就是我为何在此地的原因了 长庚算计 素来以周全主称 如何会忽略此事 我有一法 可让西方教百口莫辩 绝不敢轻举妄动 让咱们牢牢握住主动拳 吕月撑着脖子问 哪般妙法 这个 李长寿 试图挽回 师弟 富尔过来 赵公明已是兴冲冲的 让吕月凑过去 这两位结教大手子 在那里一阵嘀咕 李长寿 只能听到一些 躺下 大道誓言模板 看来 你们要发动大教之战 这一般话语 李长寿无语 他对云霄仙子发誓 请赵公明过来 纯粹是想科 未来财神爷 与舵母援军这对 纯粹是看中了赵大爷 与精灵大娘 又随时掀桌子的战力 李长寿 眺望四面八方 心底思索一二 开始设计会场 最重要的环节 座位